3.本期短處 原列1億8,014萬2千元 簡列500萬元 改列為1億7,514萬2千元 3.截繳國庫無列數 4.通過決議24項 請委員卓參 2.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案附屬單位 預算非營業部分 有關勞動部主管 衛生福利部主管 行政營環境保護署主管 預算案 均審查玩具提報 院會處理 院會處理前虛交黨團協商 院會討論時由 王昭及委員玉敏及林昭及委員書分補充說明 3.配合中華民國105年度中央政府總預算審議結果 附屬單位預算非營業特種基金應修正部分 授權預示人員予以激烈 宣讀完畢 請問委員會 對上次會議議事錄有無修正或遺漏之處 有無意見 沒有 好那我們議事錄確認通過 那本日的議程有兩個 第一個是我們審查這個本院委員吳玉琴等22人擬據的救福法第52條條文修正案 我們今天尋答 另外呢我們邀請勞動部 保障國際勞動人權如何避免海外仲介費的不當剝削造成移工的血和勞動 請列席來報告並被質詢 向各位報告 事實上我們救福法第52條在上一屆 大概就是跟著另外一個延長這個外籍移工可以呆到14年是幾乎是配套修法兩個條文 那很遺憾後來就被脫鉤處理 所以這個一直沒有辦法解決這個海外不當的仲介的這個現象 所以我們今天也很欣然的邀請了這個勞動部也很欣然看到勞動部支持這樣的一個修法 他們表示了三點意見都表示的非常好 就是說這創造一個三營有助於縮短雇主人力需求的空窗期 那更有降於這個外籍移工發聲行蹤不明的情勢 外籍移工的逃跑大概在快滿三年的時候他就要逃跑 那因為我們都知道來台灣三年大概都要把一年的錢賺來的錢都要去付海內外 就是國內外的這個仲介費國內外的仲介費少則十幾萬多則二十萬 大概一年所賺的錢都要付仲介 所以到第三年要滿的時候很多人會逃跑 因為他不想要再下一個三年還要再白宮再做一年被不當的剝削 那所以呢我們希望我們能夠很快的來處理這個救負法第52條的修正 向各位報告那因為下午還有另外一個議程要開會 我們下午還有一個公聽會 所以今天的上午就專案或者是這個法案我們只進行尋答 那另外我們也不處理臨時提案 那現在我們要來進行尋答以前 我們很高興很肯定這個陳雄文部長今天當一天的和尚敲一天的鐘 仍然親自這個出席了我們今天的這個委員會 所以這個是給大家報告的 那我想就其他官員介紹和委員介紹 請大家參考書面上的資料 那我們現在是不是先請這個提案委員 先請吳玉琴委員來做這個提案要指的說明 感謝主席 感謝主席 所謂委員給我們這個機會 我們一起提案 有關這個救負法第52條的一個修正 真的是希望能夠同時保障我們雇主的利益 以及維護這個移工的人權 為勞固雙方來營造一個雙贏的一個進步的法案 所以我們在上屆雖然有提出來 但是沒有通過 那本席再次的邀請了22位的委員一起提出來 就慣例來講 我們看到每位移工入境前都要繳一筆國外的仲介費 而且這個移工呢 每三年我們要重新出境一次 而且必須重新再繳 大概我們估算是75000到18萬的仲介費 所以這個問題非常的嚴重 也是我 但是我國對於這個 國外的這個仲介非法的一個情況 卻無管束的一個能力 不但造成我們移工的一個人權的傷害 連帶的也連累我們奉公守法的國內的一個仲介 也被視為共犯 所以也容易遭到這個污名化 那第二個因為本法修法之後呢 移工返鄉不再受這個聘雇到期 三年一定要出去的這一個規定 那勞資雙方有彈性返鄉的一個 這個協商返鄉的一個彈性 因此因為這個產業界也有所謂的淡忘季 那雇主當然會希望他是在淡季的時候返鄉 那避免在忘季的時候缺工 那社福機構呢也會因為有成群聘雇的一個 這個慣例 所以他們常常都是一次來 然後一次三年到了就要同時出國 所以他們也希望移工是可以輪流返鄉 避免這個契約到了造成人力的一個短缺 那對家庭來講其實也有所謂的在家庭人力寬裕的時間 比如說寒暑假孩子放假的時候 他也可以比較可以安排這個我們的移工返鄉 所以如果移工的一個返鄉的彈性 是雇主們很期望的一個訴求 那第三個很多人會有疑慮 說是不是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移工 有這個居留權的問題 事實上在我們的入出國籍移民法的第九條 跟第十條的規定裡面 移工是不具有申請定居的資格 那在第25條也明文規定 移工並沒有申請永久居留的一個資格 所以我們的修法不會產生變相移民的一個問題 那所以我們本法修訂之後 我們還是要期待勞動部要訂定移工返鄉的配套措施 包括三年應該有一定的一個最低連續休假 返鄉的日期 而且保留勞資雙方的協定返鄉的一個彈性 所以我們也希望勞動部其實已經在2007年底 開辦了直接聘雇 那這個直接聘雇已經受費了大概11萬的一個移工 我們的雇主也大概10萬人左右 那我們勞動部也一直在網站上強調 直接聘雇的好處就是可以免 移工可以免再次交交高額的仲介會 國外的仲介會 而且同時縮短雇主 在等待移工的重新入境的時間 所以我想在這個時機 我們能夠提出這樣一個更進步的一個修法 是一個非常好的時機 也感謝所有的委員 對於這個修法提案的一個支持 廢除移工三年出國一日的一個規定 創造勞固雙方的一個雙贏的一個局面 也請各位委員來支持 謝謝 謝謝 針對委員提案 就院服務法第52條的修正條文案 以及針對這個保障國際勞工人權 如何避免海外仲介費剝削 移工血和勞動呢 那麼來做報告 那麼在這邊呢 感謝委員對本部的政策的支持 那麼首先呢 第一個呢 針對吳玉琴跟林淑芬等22位委員提案呢 修正第52條 就是修普法第52條計事項 刪除這個移工呢 這個每三年必須要出國一日的規定 這一部分呢 本部呢 針對這個修正案的意見呢 是禁表支持 那麼事實上呢 我們也做了研究 針對這樣子的一個修正案呢 有好幾個優點 第一個就是 可以縮短雇主人力需求的空窗期 過去 若說移工必須要促進一次 那麼他 要在這一段空窗期呢 那麼雇主事實上是 要找人來照顧呢 是相當 是備受煎熬的一段時間 第二個呢 是有助降低外籍勞工發生行蹤不明情勢 那麼我們也經過統計呢 就是外籍勞工呢 在三年屆滿前三個月 他的這個不明行蹤的人數比例呢 高達10.6% 就是有將近十分之一的勞工呢 會在這個時候逃跑 所以如果說我們做這樣的修正的話 事實上是有這樣的一個注意 第三個呢 也是可以降低外籍勞工負擔高額的仲介費 因為他出境一次再回來呢 還是要透過仲介 那麼這仲介費呢 我們看到這邊有列一個表 當然剛剛跟這個吳委員剛剛所講的數字 我們這邊統計的都是法定的數字 還有一些可能是私下的一些費用 所以這邊大概各國不等 最高到達12萬多的這樣一個負擔 那麼這個是我們支持的一個理由 那麼過去各界討論這個議題呢 也有一些擔心呢 會不會有一些副作用 我們這邊也說明一下 第一個說他三年都不需要出境的話 會不會就因此而可以取得 我國的這個永久居留權呢 那麼這事實上這個 這個就是我國的這個相關法令呢 就是國際法呢已經修正了 就是移工到台灣來工作的這個年資呢 不記錄申請永久居留權 滿五年這樣的一個這個計算的依據 所以呢即使他們沒有三年出國一次呢 也不受到也不能夠累積他的這樣一個年資 所以這個是不會形成問題 第二個呢就是那麼移工他都不出境的話呢 是否可以會影響到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 那麼因為我們現在對於這個移工 國內國人呢要申請這個外籍勞工呢 都要先這麼依法公告 那麼徵求國內招募人才 那麼國內沒有招到適合的人才呢 才可以禁用移工啊 同樣的這些外籍移工呢 在台灣工作滿三年 之前的四個月啊 如果說他要繼續用流用 繼續要使用移工的話 就是在滿三年前四個月呢 他就應該要再重新這個招募本國的這個人才 如果說還是沒有的話 他還可以繼續的聘雇這個外國的移工 所以這樣子呢 這個三年出境一次 這樣子的規定取消也不會影響 本國勞工的就業機會啊 第三個呢就是我們也有人擔心的 那麼現在還起碼每三年移工會出境一次 那如果說取消的話 雇主如果說不讓移工出這個返鄉 或者是休假會不會影響到他們的權益 那這一部分呢也可以分兩部分 第一個就是這個漁船的這個就是漁工 還有部分的這個產業界的外籍勞工呢 都已經受到這個勞基法的保障 所以這部分是沒有問題 現在唯一有顧慮的就是家庭看護工呢 他們目前不受到勞基法的保障 所以我們已經考慮到這部分呢 配合這個修法的話呢 我們要訂定一個聘雇 就是雇主聘雇外國人許可及管理辦法裡面的 增訂就是雇主呢 應該要同意外籍勞工請假返國的規定 我們要把這樣一個規定呢 明顯在他們的這個 雙方所訂的這個勞動契約裡面 那麼也作為呢 這個 這個 雇主呢 向這個勞動主管機關申報 以及我們勞動主管機關呢 去查核的一個重要的事項 我想這部分呢 就可以解決大家所擔心的問題 那以上是就第一個議題呢 做一個報告 第二個呢 是針對保障國際勞動人權 如何避免海外仲介費剝削 移工血汗勞動 這個部分呢 來做一個簡單的報告 那麼我國一向是重視人權的國家 對於這個外籍勞工呢 那麼因為語言文化生活習慣的不同呢 常常會遭到雇主的一些剝削 所以勞動部呢 在過去呢 已經採取了多項的措施 第一個呢 針對這個 推動外籍勞工權益保障的措施部分裡面有 第一個 設置外籍勞工機場路徑的關懷服務 因為移工他在台灣呢 基本上是人身地不熟 所以我們在桃園機場 跟在這個高雄小港機場呢 都分別設置了這個機場的服務站 那麼外籍移工呢 他一進到台灣呢 我們立刻就在當場呢 就提供他相關的資訊 那麼讓他了解他的權益 跟他的一些這個條件 他服務的一些工作的條件等等 那麼來做好一個服務網 第二個呢就是提供 1955外籍勞工24小時 諮詢服務的專線 那麼外籍移工呢 他入國之後呢 若說受到雇主的一些剝削或虐待呢 那麼這個24小時的專線呢 我們是來 可以第一時間來保障它 以104年為例呢 打這條專線的這個移工呢 就有19萬4800多通 所以有相當多的移工呢 都已經知道有這條專線 第三個呢就是明定雇主 應該要全額直接給付外籍勞工薪資 那麼部分的這個外籍勞工的所得呢 那麼有時候會 仲介呢 會透過仲介 那麼來給付 那麼仲介給付呢 會扣除一些仲介費 或者是他其他的借款等等 那這部分呢 我國都已經在法律明定定子 雇主呢應該要一規定呢 全額給付他的薪資給這個外籍勞工 那麼不得招仲介呢 去做其他的這個扣除 或者是額外的一些支出 那麼如果說移工有這個反應的話呢 我們也會協助他來追討 那麼在104年呢 就已經協助了將近5000多件 追討回來將近1億5000多元的 這樣子一個金額 第四個我們就是積極推動 執聘制度 那麼執聘呢 就是不要透過仲介 那麼由這個雇主 直接來聘雇這個義工 那麼這個政策呢 從這個97年推動到現在 已經從最早的 只有5.7%的雇主 用這樣方式呢 到104年呢 已經成長到18.6% 所以這個是已經是一個成長 一個上升的趨勢 那麼同時呢 我們要強化仲介的管理 針對國內的仲介呢 我們也是推動 仲介的獎勵態略的這個措施 那麼仲介我們每年會對他的 這個結果去做評鑑 分成ABC等級 那麼來做他事後是否重新許可 他的一個認定 第二個呢就是對你國內能力仲介公司 收費的規定呢 我們也都明定了收費的項目跟金額 那麼這裡面目前事實上 他只能夠向外籍的公司 收取這個服務費 第一年第二年第三年呢 分別是180017001500 那這部分呢是國內仲介的一個規定 第三個呢是禁止仲介公司呢 接受委託收取國外的借款 這部分呢我們也 也必須落實的來執行 第二個呢是針對國外仲介的部分呢 我們也是建議呢 這是外籍勞工的來源國 要降低他們的這個仲介費 那這部分呢 透過多次的跟國外政府的這個 簽署相關的協議呢 一直建議呢 因為這部分外國的仲介 我們也管不到 必須要透過這個 跟我們簽來源國的政府呢 那麼來改善 第二個呢就是督促來源國的 明定收費的項目及數額 那麼目前很多的仲介呢 可能會巧立明目呢來收取費用 所以我們也建議呢外國政府呢 能夠訂定各項的這個相關的項目跟費用 那麼明定呢 讓漁工呢知道他所需要負擔的這個費用 那這部分也是在我們 能夠持續呢跟外國政府來做這樣子一個 改善的一個目標 那麼最後呢就是外國人力仲介公司呢 超收費用呢 我們不予認可 如果說外國公司有超收費用的情勢 發生的話呢 我們就會 以規定的廢止他的認可 那麼這樣子呢 不讓他再來承接這樣子一個仲介的業務 那麼以上呢是針對今天兩個的報告呢 來特別跟各位委員做一個說明 那麼最後呢就是 因為張內閣呢已經在5月12號 預計在5月12號提出總辭 所以我今天如果沒有意外的話 應該是最後一次到這個立法院來做備詢 那麼在這邊也利用這個機會呢 感謝這個我們各位委員 對勞動部過去這段時間的鞭策以及支持 還有對我本人的監督以及這個指教 那麼我們都受益良多 那最後呢祝各位委員身體健康萬事如意 謝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我們陳部長的報告 我們現在要來進行尋答 那本次會議開會時間只有半天 所以我們本委員會的委員尋答時間 是不是6加2分鐘 那我們非本委員會的委員 就不加2了 那我們10點半截止發言 就截止發言登記 那如果有書面諮詢 請於三會前提出預期文不受理 那我們現在請第一位委員 吳玉琴委員 主席 謝謝 我先做一個我們提案的一個說明之後 我再請那個副長上來 好 感謝這個招偉來排訂的這一次救福法的 52條的一個修法 因為自己感受蠻深的 在做社會福利的工作裡面 我們看到非常多的這些外勞被嚴重的 被輸出國母國那邊的一個剝削的情況 非常的嚴重 所以我們提出這樣的一個修法 我想上一屆其實也提過只是沒有通過 所以我們這次特別就是針對救福法的52條 只是做一個簡單的刪除 就移工三年出國一次的一個規定把它刪除掉 其實這麼簡單的事情可以拖這麼久 也代表了後面有很多的利益的糾葛 那這個利益的糾葛大部分都在出於 母國那邊的一個仲介費用 所以待會來跟大家做一個說明 下一頁 那在影響這個這一次的修法 影響大概有59萬塊60萬的移工 裡面當然有產業的這個移工有36萬多 那社府的移工大概22萬多 好 下一頁 那移工在連續這三年裡面 居留會有沒有這個居留權的問題 或定居權的問題 剛剛其實部長也講得非常的清楚 這個移工是在台的一個合法居留的連線 是沒有辦法申請這個定居的資格 這在我們的相關的入出國 以及移民法裡面都有相關的規定 好 下一頁 那五年也一樣沒辦法取得居留權 這是國籍法相關的一個規定 我們藍領的勞工是沒辦法取得這樣的一個 這個居留權的一個資格 我想剛剛部長都談過 所以我就不多說下一頁 因為只有六分鐘 好 那我想這個居留權的問題 確實是沒有這個所謂居留的一個問題 或是入國籍的問題 那至於這個一樣 這個是國籍法的問題 所以我已經一樣是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格 所以我們很多人會有相關的疑慮 我們在這邊再一次的釐清居留權跟入國籍的問題 這些外籍勞工是沒有這樣的 來領的勞工是沒有這樣的一個資格的 好 下一頁 那修正後是不是能夠在緩香後 我們想這個部分就是在未來的附帶決議領域要來處理的 那這個過去是上一屆 其實我們勞動部就有支持了 所以我想今天又聽到這個部長 成功部長又再一次的支持這樣本案的修訂 也對勞動部也表示感謝 因為我想這個問題是應該來解決了 好 那再下一個 那我本席在提這個法案的過程中 其實也一定要配套有一個附帶決議跟修法 也就是說未來可能要透過勞動部 以行政命令來處理移工返鄉的一個問題 這個部分可能要從我們現在的一個所謂的相關的這個契約書裡面 來做一個修訂和配套 那這是不是在三年內 要有多少天的一個返鄉的休假底線 這個日期是可以再討論 因為這21天是本席在工作 我們辦公室裡面的討論所提出的一個初步的想法 並不是一個完全成熟的一個想法 我們想這部分可以來做一個討論 但是應該有一個這個所謂的返鄉的日期 那再來就是返鄉日應該有連續性 可以讓他們可以回鄉一段時間 那這個休息日期應該有彈性 由勞資雙方來做議定 這是未來要配合修訂的一個這個配套措施 那再來就是這個剛剛也提到 因為產業勞工跟機構勞工是適用勞基法的 可是我們家庭看護工是不適用勞基法 所以這兩個這個性質是有相關的一個差異性 所以未來在企業書上的一個配套 可能要來做一些思考 這個是要勞動部這邊來協助我們配合的 再來接下來 好 那我想為什麼這一次會提到這個法案 大家都很清楚 其實是資方這邊所謂的雇主這邊 我們的產業也會需要有一些的一個彈性 那因為他工廠有淡忘劑的問題 然後機構常常是一次來了一批這個移工 那可能他一次三年到幾週一次都要出去 所以對他們的勞動力的一個配 這個配置也出現問題 那我們的家庭也是一樣 外籍看護工也是時間到了一定要出去 也不管你到底這個時候人力 到底能不能調配的出來 所以我們希望在雇主方面是需要 這個移工出國的緩鄉的時間能夠比較彈性一點 那再來勞方的訴求 這裡也是我剛剛 部長也提到說 我們剛剛聽到部長的報告確實低 可是就我們在看到各個這個勞工 尤其外勞團體的一個移工 還有最近報紙 聯合報非常大幅的在談被遺忘的勞工 60萬的人口是隱藏的 那他們的薪資待遇都是在相關統計資料 我們引用了他的相關統計資料 因為他是訪談的一個資料 可以重看從7萬5到18萬左右 那這個部分其實如果能夠透過 這是他一次就這樣跑 這樣的流程跑下來 需要花以7萬5到18萬 他第三年出國去再出國一次 他又再一次 跑這個流程一樣要7萬5到18萬 所以對於一個勞工來講 他等於是負債累累來到台灣工作 他怎麼能安心 然後他第一年的一個薪資幾乎就是領不到 都是在還債 那後面兩年可能他能夠領到一些錢 然後第三年出去又要再被剝削一次 所以這樣的一個惡性循環 其實對台灣來講實在是非常的 就基本上對於勞動人權的一個傷害是非常的大 所以我們希望採用的就是 下一張就重新重入國的一個許可 就是有點像我們執聘的一個制度 未來我們希望移工要緩鄉 預備要緩鄉休息的時候 他可以先跟雇主在簽訂一個在職的一個證明 取得在職證明也就是說續約 這個到期的前四個月來跟這個重新提出這個在職的契約 那透過移民署那邊的一個辦理 那可以就直接在移民的一個護照上面可以加入 加蓋重入國的一個許可章 他出去之後就可以不用簽證 也就是免母國那邊再一次的把這些 這個重複這個所有剝削再剝一層的一個流程 所以我們要終止這樣一個再剝削的一個流程 所以希望能夠採用這樣的類似職聘的方式 那也可以免這個重入國的一個許可之後 他就可以免這個仲介的一個這個費用 那接下來我就是要來請教陳部長了 謝謝陳部長在最後應該是最後一次的質詢 也感謝您有這個時間很短 剛剛我們提出了這個仲介費的部分 這個其實我們是參考了很多移工團體所做的調查 所以可以看得出來各國 包括製造業家庭看護工都有不同的費用 像這樣的一個費用 我不知道部長您了解的情況是不是這樣 因為剛剛跟您的報告是有一點差距的 是的 我們統計的大概基本上都是 依照我們跟對方國談過的項目跟金額來算 但是我們也了解不 台面下的我們就正式的統計就沒有 我們統計的都是台面上的一些資料 所以我想這個是我們很多移工團體去訪問 我們的移工所得到的資訊 我相信會是很正確的 因為那是他們切乎之痛 好下一頁 當然最近聯合報的一個數據 看到它的數字也看到 我們的移工來台的負擔費用 真的耶 九成都有負擔 借債的六成 然後家庭類的大概66% 所以三分之二的人都是借錢來台灣工作 這樣的情況大概部長也了解吧 這個我們非常清楚 我們也跟 因為他們很多都是從比較偏遠的地區 去招募的一些勞工 那他們在原來他們的家鄉就是 一窮二百的這樣子的一些工人 所以我知道勞動部也最近這幾年都很努力 比如包括執聘 剛剛您也提到執聘的制度 讓很多這種剝削的情況可以終止 所以未來我們的執聘 是不是會再繼續的擴大來實施 這個絕對是我們的一個目標 因為現在已經有百分之十八了 我們希望目標可以盡快的能夠衝到百分之二十三十 所以起碼短期之內 當然我們也 現在很多的雇主他們是不知道 我們跟他談了之後 他說那我就來試試看 所以應該可以再加速這方面 所以真的很期望我們勞動部 能夠加強這執聘的一個制度 因為我們執聘打出來的就是 免中介免費用免懂外語 也就是說更直接的讓雇主聘用到合適的勞工 那也不避免這個勞工這個移工被剝削 對 那這個部分我們很期許各位能夠持續 雖然陳部長最後任期了 可是我們還是期望這樣的一個 這次的修法 可以在勞動部這邊有權力的一個支持 那我們也會來邀請所有的委員 支持我們這個提案的一個修法 這個應該沒問題吧 這我們全力來配合支持 那接下來可能在相關的這個保障移工的一個 相關配套措施上 也請勞動部一起來幫忙 是 剛剛委員建議的那幾個方向 我想我們都同意 我們會朝這個方向來努力 是 好 謝謝 謝謝 真的是很不好意思 因為時間這麼短 否則應該要讓大家討論久一點 那下一位我們繼續請這個洪詞庸委員 請 主席我們請部長 請全部長 請全部長 衡委員長 部長好 我們今天是討論這個法案的修正 那 部長我想請問一下 這個外籍移工啊 他滿三年就要強制出國一天的這個規定 他的一個當初的一個立法的目的 是不是就是為了避免 對 主要是當年國籍法就是說 因為外國人在本國連續住超過五年的話 他就可以申請這個永久居留 所以那時候三年出去一次 他連續兩次來台灣工作 那就不會累積到有超過五年 這樣的一個情況 對 好 那其實大家都知道這個問題喔 那其實在整個修法的一個脈絡 從2001年 他是 就是他必須規定要離境40天 好 那到2003年呢 就是改成只要一天喔 為了就是減少這個僱用家庭的不便喔 那到2007年這個移民法 他修正了之後 剛剛也提到說 其實他已經排除了他們 就是永久居留的申請這個可能性喔 所以其實這個立法目的 其實已經不存不存在了 對 但是這個法齁 其實我們到現在還是沿用了八年 就是這八年當中其實還是一樣 就是這條文還是在 那其實上一屆其實也有多位委員 有提過這樣的案子喔 那去年沒有過 去年在這個最後的一個 最後的一個討論當中 這個沒有形成啊 這個沒有最後的共識 那我想要請問一下部長喔 就你針對上一次的這個 法案的討論當中喔 這個 這個當時候沒有 把這一天的這個規定 拿掉的一個理由是什麼 我想剛才那個 吳委員也稍微提過 當初那個過程喔 其實 事實上各種理由 大家都會提出來這個 這個討論 像如果說 取消他三年一定要出境一次 那未來如果雇主都不讓他出國 不讓他休假那怎麼辦呢 那這些我們都有一些 行政措施可以來做規範 但是我覺得最重要的還是 在當時我們最後要處理的時候 那個媒體就有很多的這個 重介業者寫出來的文章 來批評我們這個政策 所以當時就引起大家 要對於這樣調整一個疑慮 所以最後反對的單位是 不是勞動部嗎 不是 勞動部是支持的 對 好那所以最後在整個超野協商 最後的一個 反對的一個力量是在於 我想總是會有一些這個 利益受到衝擊的業者 他們會透過不同的管道來 來阻礙 好那所以這一次針對我們 吳委員提出的這個提案的話 勞動部也是全力支持嗎 是我們一向都是 一貫都表示應該是這樣 因為現在我們去訪談愚工 大部分對於這樣子的日子 這樣子的因為剛剛委員 也提到那個出入境 這個國際法修正以後 其實就沒有這個顧慮了 所以這個還是利益衝突的關係 那當然在這個法案上面 其實本席是採就是非常支持的 一個態度 那當然當中其實有提到說 就是他如果出國 他現在取消這個限制之後 他可能會有人會考慮說 他是不是就不能反國 不能省親了 好那針對這一項 我其實有看到你們報告裡面 有寫到就是 你們是希望是透過就是法令 就是管理辦法的規定 然後要透過勞動契約的方式 讓雇主知道說他應該要給 這個這些移工這樣的權益 然後呢透過這個業務的一個 仿視的一個同時去確認說 雇主有沒有去做這樣的事情 那我想要問一下 針對你們這樣的一個配套 這樣的規劃 就台灣現在的這種 這種外籍移工他在這個 勞動市場的這種 弱勢的一個狀況 這樣的一個政策 他的一個效果 你們預期會怎麼樣 當然這個 因為這個分兩部分 一個是在製造業的移工 製造業移工 因為他生產本來就有淡季旺季 所以他在開始的時候 在勞動企業裡面就講清楚 如果說在淡季的時候 他的僱主就讓他回國 我想這個比較執行上比較容易 現在比較麻煩的是這個家庭看護工 因為他有的那些看護者 一天都不能離開這些外籍移工 所以這也是我們一直期待的 要跟衛福部合作 就是那個長照的體系 他有些外展的照顧體系 有替代的人力來幫忙照顧的時候 那麼這個移工才可能回緩鄉 所以這部分 我們在這個勞動契約裡面 我們會做更詳細的規範 好這部長 這也是我今天要講的 因為其實很多家庭 他是非常依賴這個外籍看護工 他根本離不開 他們這些看護工的一個協助 所以其實我認為說 如果說我們今天的這些配套 這些規劃 如果只有在這個報告裡面這些 其實是非常不足夠的 就如同剛剛部長所說的 之前我們一直在討論的長照的部分 就是之前長照在衛福部 他是把就是聘用外籍看護工的這個家庭 除了一定的條件之外 他是把它排除在外的 他是沒有提供這樣的傳息服務 給這種家庭的 好那其實我認為說 如果我們也把它含進去 我們一定會提高雇主他讓這些 移工他返鄉的這個意願 好那當然 如果說我們可以簡化 他們的親屬來台 跟他們團聚的一個程序 或成本的話 這也是一個辦法 所以其實我是認為說 其實勞動部應該要跟其他的部會 再加強去協調這些要素 可以驅動這些就是我們這些家屬 我們這些聘用的這個單位的這個驅動他們 願意去讓這些移工可以返鄉的一些要素 所以我是希望說這個是政府的責任 那也希望說就是勞動部能夠主動的跟各部會來加強一些協調 好那再來我要問到的是說 我們剛剛在講那個就是直接聘雇的這個我們這個政策 那這個政策其實當然大家都非常的肯定 因為其實我們省下了很多就是這些外籍移工的一個仲介的服務費用 那現在這個成效其實還是可以繼續提升 那現在最主要遇到就是他會有一些瓶頸 然後這個服務沒有辦法擴到那麼大的一個最主要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主要還是我們可能就是很多雇主 當有機會他接觸到這個資訊的時候他們 因為很多處理這個東西都是他的人事部門 那人事部門都比較被動 但老闆知道的時候老闆就說這個很好為什麼不做 所以就會人事部門才會在老闆指示之下去做 那所以這部分我們我覺得還有很大的這個改善的空間 那所以在這一塊上面的一些宣傳的部分 現在有做什麼努力 我們現在都主動去拜訪這些製造業的老闆 因為有些過去我們都是找這個人事部門來上課 那人事部門他是比較被動 所以我們會找老闆直接跟他講 有這樣一個職聘的制度 好 所以除了就是直接去跟他們講之外 你們沒有做其他的比較有效的一個宣傳 這樣人對人會不會速度太慢了一點 我知道委員的意思是說我們應該要做更多的網路上的宣傳 或者是其他的一些 這些我們都有做 但是我剛剛講會接收到這些資訊都是那個業務主管 他不會是老闆指導 所以我們希望直接去找老闆 這是補充的一環 那其他剛剛委員所建議的那些 那些宣導的資料我們還會持續的來做 好 那當然還有另外一個問題就是申請的過程還是太過於反覆 這其實是為什麼有一些人他不願意去做這件事情 就是其實在線上雖然有這樣的一個功能 雖然已經還不錯了 可是他還是會覺得說這個反覆的過程還是會讓他覺得有點麻煩 所以這部分可能還是要請我們勞動部這邊再去做一下這個改善的一個規劃 那其實最後我要提到的是說 其實現在台灣的外籍移工已經超過60萬人了 他其實我們希望他是補充的一個勞動力 但是他已經變成替代性的勞動力了 那我其實我之前在院會時候也質詢過我們的張院長 就是針對說外籍看護工的一些問題 他現在一個月雇主他需要付出大概3萬塊的一個薪資 就是夯不浪當加一加要大概3萬塊左右 但是呢實際上這個外籍看護工他也只拿到1萬7、1萬8左右的這個薪資 其實對於外籍看護工來講他的勞動條件算是非常的差 但是對於雇主來講他很多也都是弱勢的家庭 他也沒有辦法減低負擔 那這個部分其實我會很希望說勞動部可以再針對這個問題 多多去想一下要怎麼樣解決 因為其實這已經變成陸陸相殘的一個狀況了 所以我一直強調說我們要重視外籍移工的一個勞動人權 但是針對於台灣的一些這種雇主 其實我們也是要想辦法 就是看社會 我們國家怎麼承擔這樣的一個社會責任 來幫助這些家庭 以上謝謝 謝謝委員長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吳坤裕委員 主席早 蔣部長早 本席非常肯定那個陳部長 有始有終堅持到最後一刻 但是我想今天的議題我就暫且請陳部長休息一下 我們就請那個子安署 劉署長的樣子 那還有那個謝倩倩署長 還有那個可能是劉家軍署長是不是 好 我想剛剛大家都關於吳異群委員提的提案 他個人非常贊同喔 因為在我母親生命的終點的前一年 我們家也聘了這個照顧的外勞 那我覺得我們把它當作我們的家庭一份子 來照顧他的人權 就是離手當然 他還能夠以比較好的回報 來照顧我們的長輩 所以我是蠻贊同這個修法 那但是我們也同時來思考一下 因為像我聘的那個移動 流動這個外勞他先生也跟著一起來 但是他在產業 那就發生公安事件 導致他手差一點殘悔 所以我想說我們從這方面 除了我們照顧這個外勞的人權以外 我們來照顧他的工作的權 還有工作安全的問題 所以我想我們整個來檢討一下 好 下一張 那我想根據就位服務法第47條 我們應該在聘過外勞之前 要經過國內招募的程序 那如果招募不滿 那才能按比例來提出外勞的申請 那其實理論上是說 當國內這部分政府提出 兩倍的這個媒介的時候 或推介的時候 事實上是雇主是不能推介的 不能拒絕的 但是很奇怪就在這種情況下 理論上應該騙得到人 但是為什麼 這個產業的外勞一直還是在增加 而且每年以差不多3.5%的這個比例在增加 我想請問三位 可能相關工作職長有牽扯到這部分 不曉得能不能回答到底是什麼原因 跟委員報告就是 我們現在目前3K5極制 跟額外制度 以我們統計數據來看的話 雖然外勞人數有增加 大概最近八年來 大概有增加差不多11萬多 但是在整個國內的 相對應的產業的就業人口 也增加了22萬 所以基本上它是一個對稱的部分 所以目前來講的話 我們很多的一些對外 為什麼國人不願意去工作 大部分是因為國人 尤其年輕人願意從事的 就是所謂低門檻的服務業 以102年畢業的學生來看 畢業後一年 將近有80% 70%的人去做服務業 所以基本上是一個對職業的認識不過 所以我們在未來 要對職業的認識 要加強對年輕人的介紹 以上說明 除了這個以外 現在不曉得還沒有什麼原因 其他的部分我們現在 因為現在產業界也是 一直跟我們講他缺工 他也在積極的 像我們很多的車體打造業 鑽瓦窯業 或是離果這些東西 他也是要缺工 但是他是也 我們現在就是專案去幫他做 好 謝謝劉署長 我們下一張 有時候其實我們要檢討一下 為什麼很多的年輕人 或是相關的人才會流失 尤其比較專業 甚至在環境上 我們去檢討的時候 會發現很多人 無法承受這樣的工作環境 有時候是危險的 那很多年輕人可能不願意待下來 所以雖然國內在勞動 勞退的6%還有免年終獎金等等 他其實連換工作連換雇主 都不是很容易 可能都很困難的情況下 他必須要忍耐 承受可能比較危險的環境 比較長的工時低薪 我想這個我們是不是應該要檢討一下 不曉得哪一位主管能夠回答我 有沒有人可以回答 好 如果不能回答 我們就看下一張 那剛剛其實洪師傭委也提到 就是我們的外勞有接近60萬人 但是本來是補充人力 已經變成穩定的勞動力 為什麼會是這樣子 我們其實真的是要檢討 好 那其實國內的學者下一張 國內的學者下一張 有研究過 有研究過 就是我想這個可能是 是不是勞動部委託的研究 有發現說 當我們引進更多的外勞的時候 資方就會往 薪水就會往 會往低的方向走 就會低薪 所以到底 年輕人不願意去救 是因還是果 有時候已經分不清了 我們的環境不改善 我們的工時不改善 那我們騙不到年輕人 但是我們說 因為他不喜歡來 但是當我們還有替代的外勞的時候 那資方為什麼願意來改善他的工作環境 來縮短他的工時來提高薪水 我想我們需要整體的來考量 整體的來考量 不是說 因為年輕人希望他服務 希望服務員 我想很多人都希望他的工作有潛瞻性 可以學到工夫 但是如果一個環境很危險 那不改善 或是他的技術比較落後 或是能但是依賴了比較低廉的人力 來製造來生產的時候 這樣可能很難吸引到我們的年輕人 進入這樣的時場 其實我們也應該要考慮 好 下一張 所以在這裡我們需要思考 到底我們怎麼來提升我們的競爭力 來改善我們的工作環境 那我不曉得職安署這方面 過去有沒有做什麼勞動檢查來檢查 這方面的工作環境沒有 跟委員報告一下 那當然有關這個過勞 過勞更低薪的部分 還有工作環境危險的問題 那當然這個有關這個 治安安全衛生法跟這個勞動基準法 它還適用在一般的這些產業外勞 所以在各項的檢查裡面 我們都會把這個檢查列為一個重點 裡面怎麼檢查的 檢查就是檢查員去做檢查 有包括申訴檢查 一般檢查跟專案檢查 這個就好像在寫考卷一樣 座文可以寫得很好看 我們就是這樣檢查 例行檢查 當然檢查不出來 我前幾次直訊也問到您 有關生理假 有關週休二日 員工出群 有沒有領那個加班費的問題 我昨天 前天晚上才跟幾位 中小期的勞工在談的時候 他們說 週休二日 其實他們出勤都領不到加工會 那不要談要申請生理假 那你說這個都沒有辦法去調查 沒有辦法去查核 我都覺得好奇怪 那個人 那個勞工就說 你就星期六星期天來查 就查得到了啊 所以我想我們勞動檢查 為什麼沒辦法去查出真正的原因 我們真的是要檢討 我們真的是要檢討 很多的事情 我們不是土法不足以置行 我想這個您練書都一定練過嘛 但是為什麼長久以來 我們這些危險的工作環境無法改善 但是勞動檢查一直發現不到呢 我們要吸引我們的人才 要訓練我們的年輕人 讓他專業能夠養成 我們如果沒有創造好的工作環境 那怎麼能夠吸引這些人才呢 我想這裡真的是要檢討 要檢討 不只是低薪工作環境的問題 我想我們整個系統性的檢討 那如果檢查真的是要思考 怎麼去檢查這些危險過勞的工作環境 這個才能夠不只是保護 我們不只是保護外勞 而且是保護本勞 這些更重要 那中小企業這方面 我們應該去輔導他 去改善他的工作環境 我想這邊 專屬的署長應該責無旁貸 好不好 跟委員報告一下 這個其實我們非常在努力 在做這個事情 也請委員 因為我們現在檢查人力也不足 委員說假日也要出去 那是不是 那工人員不可以加班嗎 可以啦 但是如果說每一次假日要出去 我們也希望說那個檢查人力能夠充足 不然可以彈性上班嘛 如果你平常工作時間 無法去查出原因 那星期假日 我們做彈性上班也可以啊 我相信這個工作時間的分配 跟這個人力的需求 都要雙方先顧 希望委員也能夠提這個支持我們 這個人力上的 我們當然支持 但是要能夠 有效能出來嘛 那都看不到效能的話 當然 那我們怎麼來做 當然檢查技巧跟安排上 我們會加上 這個很簡單的問題啊 我想 難道 展數或是 勞動檢查所有人 沒有實務經驗嗎 我相信他們實務經驗都很充足啦 對啊對啊 那這一定可以改善的啊 是 我們會按委員的這個建議會檢討 好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黃秀芳委員 主席 我們是不是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黃委員好 部長好 感謝你 感謝你能夠這樣堅持到最後一刻 那我們今天所討論的就是外籍移工的事情 那我們也知道說台灣的整個產業還有社福很多都是揚賴外籍移工 那在我們目前為止就是外籍看護工有將近20萬人 那在前一陣子媒體報導就是說有將近68%的這些外籍看護工 可能連休假都沒辦法休假 那我們希望說就是我們的勞動部如何來看待這些外籍看護工的這個基本休假的保障權益 那是不是針對這個部分我們勞動部也有做一個全面的清查 是這個我們一直都在做這方面的清查 當然就是有些外籍看護工因為他跟雇主相處 剛剛像剛剛吳委員也講有的雇主都帶他如家人一樣 那他假日他就給他比較高的薪水 那請他不要休假 那他因為來台灣就是想賺錢的 所以他也就接受了這樣子一些條件 所以這些我們就不太容易查出來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勞動部在針對這個外籍看護工的部分 可能就是他的勞動環境 我希望說我們勞動部這邊能夠再加強 另外就是說我們的到假日的時候 我們的一些公共場所 譬如說火車站 或者是一些這個公共的一個空間 可能有很多外籍移工在那邊聚集 那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勞動部針對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提供他們有一個比較好的一個休閒空間 是 這個是我們一直都一直在注意 像現在剛剛我想委員所提的可能是台北火車站 算是一個重要的地點 那當然還有像在那個靠近那個 其他車站應該也都是如此 對也都有 所以那我們也都去做了一些了解 事實上我們當初我在台北市服務 我們也安排了一些空間 希望引導他們過去 但最後都是發現 因為他們都是在不同的地方工作 那麼最方便的就是在車站這個附近 所以有時候雖然我們有這個政策 希望能夠協助他們 但是他們主觀的意願 不見得是這樣子能夠配合 那當然就是說 如果能夠提供更好的一個休閒空間的話 我希望說這些外籍移工應該也會很樂意到 這個比較好的一個休閒空間去 要不然其實在假日的時候 我們看到很多的車站 可能很多的外籍移工就就地而坐這樣子 聚集一個小團體一個小團體 其實對整個進出的行人來講 其實也不是那麼的方便 所以也希望勞動部針對這個部分 能夠再加強來重視 另外就是說我們的外籍移工 在今天討論的就是說 我們務委員所提出來 就是要刪除三年出國一天的這個規定 那本席也遇到就是說 我們有很多的這個雇主 他聘請的這個外籍看護工也好 或者是外籍勞工 他可能三年快到的時候 他可能就跑掉了 那跑掉之後 我們勞動部這邊有沒有 有這樣子的一個清查 就是說到底這些外籍勞工 跑都跑到哪裡去 那他們都跑之後 那你們有什麼樣的管制措施 或者是說他都從事什麼樣的行業 我想目前過去逃跑的比率相當高 差不多將近百分之十 那這幾年我們也跟警察機關合作 那麼有去做比較積極的取締 所以現在大概還在在逃的人數 大概在四萬到五萬之間 其實這個也會成為一個治安的時間 對 所以也是 所以我們跟警察機關也是做密切的合作 那剛剛委員問到說他們到哪裡去的 他們常常都是透過他們的同鄉 比如說菲律賓來的之間就會傳遞 說到哪裡去可能比原來的地方更好 所以他們都會引接他去 那有一些會引接到農村去 因為我們現在農村那些農民的農曆也不足 所以常常他們也會到農村去做一些打工 對 那像這樣子的話 其實我們勞動部或者是地方的這個勞工局 其實要查是還滿簡單的 既然你們都知道說他可能到哪邊去了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我們勞動部這邊 一旦查有非法逃跑的移工的話 其實我覺得我們勞動部這邊應該要有更積極的作為 是 我們還甚至給予檢舉獎金 如果說附近的居民看到 怎麼有一個房子裡面有七八個人經常 看起來就是外國人進出 那就是有一些非法的仲介收容他們 這些我們都會處理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另外在剩下幾分鐘的時間我想請教一下 就是說我們台灣年輕人的低薪 這個也是最近大家時常討論的一個問題 那剛剛我們也有委員提到 就是說台灣的年輕人的低薪 這個是也要解決的問題 那想請教一下我們的部長 就是說針對我們年輕人 他可能也許他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因為有的大學畢業或者研究所畢業22K 所以他覺得他自己看不到自己的前程 看不到自己的未來 所以有的就到國外去了 有的甚至到澳洲或者是美國去做 或者是去做打工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那像這樣子的話 我們勞動部有沒有針對這樣的一個 年輕人也是當抬勞 然後到國外去有做一個統計嗎 這個比例是不是逐年在攀升 這個比例是有在增加 增加多少 我們沒有太具體的數字 因為這我們也跟外交部要求過 就是希望能夠統計 那外交部也跟我們說 因為年輕人升起這種所謂 Walking holiday的這種Visa 那麼他們那個發簽證國 是不通知我國的這個外交部的 所以都是做概估的估算 那目前為止是大約有多少 年輕人是以這樣子的方式 出去國外去工作或者是打工 沒有 沒有辦法統計 沒有辦法統計 因為我們也多次跟外交部請教 他們是說這個發這一種Visa 那麼他們也曾經去問過這些 這些主權國家 他們也不願意提供這方面的資料 那目前就是說我們這些年輕人 其實要怎麼樣讓他們留在台灣 我希望說我們勞動部 針對這樣子的部分 是不是要有一個措施 其實大部分是因為低薪的原因 那這樣低薪的原因 讓他們不願意留在台灣 那讓這些人才出走 所以我們希望說 對於人才的流失還有出走 我希望說我們勞動部 是不是可以提出一個改善的方法 或者是有一個具體的 一個具體的一個方法 然後來重新來規劃 是不是要調高我們的 基本保障薪資的一個金額 我想委員建議的這些都是一個 綜合面的很大的一個議題 就是說其實我個人是鼓勵 年輕人到國外去看一看 但他不要把它當作是人生 就是這樣就去打工了 他要是多看開脫一下視野 回來他可能更知道他要做什麼 其實這樣子的一種設計 是對他們未來的發展是不錯的 但是台灣本身的一些環境跟條件 也確實如剛剛委員所說的 應該要配合來做改善 是 所以我們也希望說 我們勞動部這邊 針對整個工作環境的 這個勞動環境能夠改善 讓台灣的年輕人 讓優秀的人才能夠願意留在台灣 為國家來笑容 是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劉建國委員 來 蝦主席 請部長 請 全部長 蝦主席 請 全部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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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問過 我想在你的任內就 華榮案、RCA案 巴士公尺降為單州四公尺 都在你的任內完成了 那我想應該 就我個人而言 甚至我自己聽到了 很多人都對部長詹譽有加 不敢 我跟黑路我自己也問一下 如果覺得到的黑路是很清潔 沒有 那個假的黑路我會覺得 但沒有我去肌肉皮就對了 但是我對你的黑路是不會啦 就真的有在做事 那我為什麼要這麼講 就是說 那既然是最後一天 那部長有沒有什麼感言要說 多給你一些時間 我其實很珍惜這一趟 就是我事實上完全不 我過去從來沒有在這個勞動行政領域服務過 那麼這也是完全意外 能夠到這邊來走一趟 讓我對這個勞工朋友的一些事物 跟他們的一些權益 那麼去做更關心 去做更了解 那這我非常的珍惜 因為我過去人生的經驗 完全沒有跟這些人接觸過 但是接觸過之後 我發現有很多事情可以幫他們做 但是我就會有點可惜時間太短 好 我也覺得有點可惜 民進黨為什麼沒辦法把你留下來 說真的 沒有 沒有 我講真的 然後第二個就是說 那好 那既然時間這麼短 就代表你很多事情想要完成 還沒有去完成嘛 有沒有什麼具體建議就是說 對下一任的部長 希望原本在你的任內可以去完成的 應該積極要去完成的 然後給下一任部長有一個比較具體的一個建議 有嗎 其實我們 就剛剛委員提到那個華龍案 那麼還有幾個拖延延宕多年的一些老案子 事實上我都尋那個模式都已經在著手在處理 那也都有眉目了 所以我認為新任部長上來 因為我跟郭部長也是大家本來就是同事 所以我相信還有一些延宕很久的一些官場工人的案子 應該近期可以慢慢把它處理掉 所以這個是針對一些官場勞工的這些權益保障 那當然在這個整個制度面上面 像年金改革 我們事實上也在內部也做了很多的討論 當然這個蔡總總統她也提出說這個是當務之急 所以我想這部分也一直是我們希望盡快的能夠來 解決的一部分 那還有就是 一些未受到勞基法保障的一些勞工 像委員過去也很關心的這些派遣勞工 派遣勞工的保障法 我們在我任內沒有完成 這是我比較遺憾的地方 就是當初其實已經勞資雙方已經談得差不多了 但就還剩下一點點沒有達成共識 所以然後接著就進入選舉 選舉期間你就很難推法案 所以那個我想如果說能夠 派遣勞工保護法能夠盡快的再提出一個版本 能夠通過的話 我覺得對這些目前在勞基法邊垂地帶 沒受到照顧的勞工呢 應該是一些重要的方案 好就這三項嘛 把華龍官場工人相關的一些後續的處理 然後年金改革還有派遣 是不是有更好的華麗的一個這樣的一個規範 所以就希望相當部長把這個列為優先了 盡量去盡量要去做完成了 是 我當然也期待市城路部長這樣的一個講法 這其實可以讓相當部長做一個很好的依據 跟推動整個政務上的一個參考 那第二個事情就是說 前幾天我記得好像4月28號 王總長委員有在這邊一個質詢 就是說針對大專監任助理納保的這個爭議 那當時很多學校是擔心 身上員工金融部主會哀華待盡 所以勞動部來協助各校達成學習型 還有勞固型的這樣的分流 當時花布韓式讓月薪未達基本工資一半 一萬四的學生勞工 可以排除在於身上員工禁用總數和應用 禁用人數之外 所以當時質詢的時候也要求部長 部長也好像答應說在現任前 要來解決這個函事嘛 就繪止這個函事 那現在這個進度咧 這個我們已經相關行政程序都做了一些準備了 我一定在我這個任內 因為當初估計可能會將近有三 他們當時學校估計他們可能會有三千名的 這個身上勞工的禁用人數不足 因為學生沒有這麼多嘛 那事實上我們經過這半年多的推動 發現他們真正不足 還是有幾個學校不足 但是加加起來大概只有100多個 不到200個 所以他真的要繳那個代金 也對學校來說不是大的負擔 所以在實務上跟這個執行面上 我們都覺得當初這個令氏它的目的已經完成了 所以我會在任內把這個令氏處理掉 OK好謝謝 最後兩個問題就好 第一個問題剛好黃偉有提到 他是髒話 我是隔了佐水溪 我是雲林 其實對淘寶外勞的事情 我的感受會有明顯蠻大的落差 部長你知道什麼抓逃跑外勞的嗎 你有親眼目睹過嗎 就是剛才陳旅所講的 勞動部積極的配合警政機關 在追捕逃跑外勞的時候 你有看過最激烈的嗎 我是看過一些 當然不是我親眼去看 就是適合他們的報告 就是他們常常有一些 那個非法中間會收容一些外勞 那還有一些會到那個田園裡面去 看到那個一車一車外勞 到那邊去幫農民做一些零工 那麼那個警政人員到現場去抓的 都有這樣 我親眼目睹是這樣 跟你做參考 那選舉的時候我站在吉普車的車上 那基本上跟我們會車的車輛 我們都會去打個招呼 就敗票嘛對不對 然後有一起看到蠻多的媽媽大姐們 一般敗票都會得到善意的回應 我看到有兩台 那一個花財車載了滿滿的 那些包著頭巾帶著斗粒的 這些媽媽小姐們 竟然是一臉驚慌失措 我也沒以為他是對手的支持者 竟然都不理我 那結果會車之後 後面就來了兩台 就是我們的黑白 黑白雙煞 就是我們的警察的 那警方車 你知道那個追捕的速度快到什麼程度 你沒有辦法意會 你回神不過來 當很瞬間的時候 而且在轉彎的時候 那個花財車 它可以開到 人已經 後面是坐滿人 然後它轉彎的時候 它可以讓它那個車子 聽說 就不叫做 就是右邊的 右邊 它如果要轉左邊 它右邊的輪胎 可能就 就呼起來就對了 因為人載了很多 那個坐在後面是沒有安全帶的 也不可能遞安全帽的 你知道如果一旦發生事情 可能幾條人命要上升 我不是說不能 我不是說不要抓 但是我覺得為什麼 在我們雲林農村的地方 會有這麼多的輝華 淘寶的外勞 而這些輝華淘寶外勞 他們在蓋什麼 他們在做什麼 他們是去開越南小吃部嗎 泰國小吃部嗎 那倒不是 那是好久好久好久以前 現在幾乎全部 通通在幫助農民 在從事務農的工作 然後他們被當成好像 那種槍擊要換 十大槍擊要換 而且他們幾乎 早上抄 晚上抄 現在連晚上抄的方式 棄補的方式 都會 都會有不一樣的這種應變 我曾經聽移民署的一些 這些也是警政人員 還有地方的這些官員 這些警察人員 他們也說是誇宣事去抓 彰化的跑來雲林抓 雲林的跑去藍頭抓 藍頭看雲林的更好抓 所以有時候彰化跟藍頭 就一起來抓 那個業績你可以看 絕對是胡咬直上 但是我是要強烈說 這樣在棄補的過程裡面 是不是要兼顧到生命的 這樣的一個問題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 他為什麼 會有這麼高的頻率 讓他們在整個棄補 揮法這些外勞的時候 這種業績 是直直的上升 有沒有去思考到 今天到底 台灣的這些 這些這些樓民 面臨到什麼問題 為什麼這麼多的揮法外勞 他願意逃跑之後 他不再原有 被受固的地方去工作 反而跑到這些烏龍的地方去工作 而且他明知道被抓到 就是被請送 被抓到就是被請送 而且現在被抓的頻率非常高 而且他們現在 這些警政人員 他整個在追捕外勞過程裡面 他們已經有一套 叫做瓮中桌碑 比較精明的警察 他可能會用瓮中桌碑方式 比較有暴力傾向的 他可能就是這樣 就是看到你有 看到你在車上 就馬上就把你攔下來 然後你一直開 他就一直追 一直開就一直追 我自己看到的不是只有一次 已經好多次了 這其實耳後會造成國際問題 國際事件問題 而且台灣已經沒有那個條件 台灣現在 從國外輸入的外勞 應該是個國家嘛 主要的 就泰 泰國菲律賓 泰國菲律賓 泰印越南 泰印越非 對不對 那每一個國家 要再輸入外勞 到我們這個國家來 有時候 也不是我們可以掌控 一定的這樣人數 所以我是覺得說 你在部長 出了任內的時候 是不是針對這樣的問題 能不能有一個 處理的一個因應之道 要確保 他們原有在工作的範圍裡面 得到一定的這樣的一個保障 不要一直造成這種 逃跑的外勞的比例一直增加 而且他們跑的地方 既然大多數現在都已經來到農村的社會裡面 在從事幫農的這樣的一個工作 這是什麼樣的一個狀況 所以我知道農委會跟勞動部都有在溝通 所謂的農業外勞 這樣的一個政策 但是在還沒有開放之前 現在其實 等於是在我們農村社會 這些揮法外勞 是所謂的 真正的補充農業外勞的人力 現在是真的變成這樣 我的時間到了 這不然 是不是在最後的任內裡面 短短的時間 這事情是不是思考一下 有沒有什麼樣的一個 因應的一個作為 或怎樣 來做處理 是 我想委員 點出了現在外勞的一個大問題 一個農村是缺工 那他們逃跑到農村去 有幾種狀況 因為也沒太多時間 我沒辦法記輸 是不是就書面回答一下 好 我再跟委員 提供實面的資料來做說明 好 我還是期待部長 有一些 看能不能在最後的時間內 做一些因應這樣 好不好 謝謝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 中孔趙委員 謝謝主席 請部長 請陳部長 我們在座的勞動部的同仁大家好 今天是部長大概是最後一次到我們未完 接下來12號總次 所以我今天陪你啊 我今天值班 謝謝 所以你做到多久 我覺得應該要陪你陪到多久 不敢不敢 不過部長其實勞工界對你這幾年下來 所做的努力還是給你一個肯定 我想包括在座的各位委員 還是在這一段時間 對於勞工的相關的勞動條件的一個做處理 我想在部長任內其實也做了很多明快的一個抉擇 對於勞工的權益也相當受到了一定的保障 當然陳如你講的 還有一些未進志工啊 還有一些需要再努力的地方 縱起政黨犯人 所以這部長也跟著改換 但是今天我們在談到這個52條的一個修正草案 那我也看了勞動部的相關的報告 非常的進步 最起碼整個的改變以往 大家對於52條 對於尤其這些的移工 三年 甚至我們最近其實基本上我相信在座的各位委員 都會有收到很多的中介團體相關的機構 是希望勞動部不要把這一個52條的修正案 是應該是用恢復以往 甚至不要急修正 其實對於這一部分 不管是在公民政治的兩公約來這裡 或者說我們的經濟社會文化的國際公約來這裡 其實都寫得非常的清楚 尤其是52條來這裡 滿三年他勢必要出國一趟的話 其實對當事人來講 對這些的移工來講是非常的不公平 因為剛剛也特別提到 不管是從越南、印尼的甚至泰國的 他們的中介費用都非常的高 其實相對的 他們再被剝了另外一層皮 那我想問的就是說 如果我們取消之後 相對的這些的外籍勞工的休息權 或者他的返鄉 返鄉的權益 我們應該怎麼去保障他 是這個返鄉 因為過去每三年他一定要返鄉一次 所以是比較有強制性 那現在呢 如果說取消的話 我們會在我們的那個 外籍勞動管理辦法裡面 就是明定他的勞動契約裡面 在簽的時候就要把他 什麼時 在一年要給他多少 或者是三年之內要給他返鄉 這個是跟雇主簽呢 還是中介來的跟原來的這些的移工 就必須要有相關的勞動契約的一個規範 我們就是基本上是勞工 這個勞動契約都是由勞工跟雇主來簽的啦 中介是做中介 如果雇主其實不長 其實我們常知道 勞資雙方在對談的時候 畢竟勞工都是比較主義弱勢啦 對 如果由雇主來跟移工來談 相關的一個權益事項的時候 如果雇主拒絕的話 那他是不是會構成權力的濫用 這個我們這個是 就是剛剛為什麼跟委員報告的 我們會在這個管理辦法裡面 明定他的契約裡面 要給勞工這個 就三年之內一定要給勞工 能夠返鄉的這個權利 這個要寫在我們合給 所以說這個合約內容裡面是 包括行政財法嗎 還是說先行改善 然後再做進一步的財法 我想包括書裡面是先行改善 一般都是先期改善 先期改善 但是他在簽 他在簽契約的時候 這個一定要納入他的契約裡面 所以包括剛剛我們吳怡群委員 他也特別提到 其實宣導是非常重要 勞工相關的這些的一個權益的一個思想 讓他自己知道 他本身就有休假權 跟返鄉的權利 那這一部分在可以透過勞法署 你們在每一個救護站台 對台灣全損都遍佈 尤其是跟中介機構應該更讓他們 讓每一個出入境管理的時候 你們也在台北機場 高雄機場其實都有所謂的出入境的 這些管理的一個服務 那相對的他們入境或者出境的時候 都應該有這個告知的權益 讓他們知道自己有哪些的相關的權益事項 那對於雇主 中介通常會叫雇主不要同意 不然他會逃跑 如果搞不好他申請出境 結果他沒有出境 他就趁這個機會也會逃跑 其實也會碰到這些的問題 所以如果確保外籍勞工自己 你知道他的權益事項之外 也要讓這些的移工朋友也知道 他淘寶的一個後續的一個規範 那最起碼權益跟義務應該是對等 那這一部分的話可能要請勞動部 特別注意去做一個推廣或者行銷 讓他們都有知道 他們具有的相關的權益跟義務 這個我想委員這個建議非常的重要 我們現在就是在做 但是可能有些的這個強度還要再加強 讓他們更了解 部長其實勞工朋友他們 他們一直在提到的 其實外勞是一個補充性的 或者他變成替代性了 但是最近的外勞一直在飆 飆到現在已經快60萬 到底是缺工 如果是因為經濟的成長 經濟非常的蓬勃就會缺工 但是實務上好像又不是 部長到這個問題到底是做的 這個跟委員報告 其實我最近也看了一些經濟分析 台灣的這個結構 是我們的製造業 事實上還是稱請我們經濟的 很重要的一個比例 高到30% 像一些先進國家的製造業 都已經降到20% 但是台灣一直維持 因為我們當年有點算是 跟大陸那邊 大陸是世界工廠 所以跟他合作 所以製造業一直維持這個比例 但是製造業就常常會缺工 因為現在年輕人 大概都不太願意再進到工廠 我知道剛剛那個 劉市長也特別提到 去年都喜歡往服務業 製造業基本上他的勞動條件 或者他的工作環境就比較差 那怎麼樣去提升這些製造業的薪資結構 或者說他的工作環境場所 其實老檢出扮演的角色也非常重要 我想我自己也從地方來 也知道整個的食物的一個狀況 製造業他因為 我們到底要的是勞動力 還是要的是 來的缺是人 因為製造業一直想說 他們缺的缺工 缺工 大業班跟白班 差別的待遇不過3000塊 如果是部長 你要選擇大業班 還是選擇做正常班 那當然一般我們 我們依照生理的這個條件 當然是日版比較好 大家都會顯得白白 因為你那個待遇差距距離不高嘛 所以我們對於我們 缺工的一個邏輯 到底是為了降低人士的成本 還是說是因為低薪 還是說是因為外籍勞工淪為低廉好用的勞動力 這是雇主的最愛 最主要的 他們還不用提搏退休薪資 現在退休金他們是適用救治啦 就是還是沒有把它轉換成薪資的6% 應該他們是適用勞基法 對 勞基法的救治 但是沒有所謂的救治薪資 因為他們本身就沒有退休金嘛 對 因為如果你要符合退休金 還是要符合現行的法令的規定 所以才會有延長到15年 到時候是不是有年金 勞保局那邊也在討論 如果要領年金的話 是一次吉林 而且是不能按月吉林嘛 其實這個都是受到未來的 這些勞工朋友 移工朋友 未來是不是要做一個延長年限 相關的一個配套措施啦 我想最主要今天再一次感謝勞動部 能夠在我們的救護法52條的一個修正草案來 能夠從善如流 也能夠真正落實 照顧到這些的 考慮到這些移工朋友 不管他的返鄉權或者他的休家權 能夠給予考量到 也避免了他們再做一次的 中介的一個剝削 我想這是對於勞動部的一個進步的一個做法 我想我在這邊還是要給予肯定 也謝謝部長在這兩年多來的一個任務 所呈現的一個表現 雖然我們兩個曾產生一些火花 你也讓我的知名度突然增加 不過當時都是為了勞工朋友 可能站在行政部門有行政部門的考量 站在立法委員有立法委員 必須的一些的 他自己該扮演的一個角色 但是我們還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不管未來你離開勞動部 我們還是有一個共同的目標 讓台灣更好 讓台灣更有競爭力 讓台灣向前走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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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一位我們請陳曼莉委員 有請勞動部長 請陳部長 特別再邀請勞動條件室市長 謝千千 來 市長 陳委員長 早 不管是在環保署還是在勞動部 我想就是說 跟陳部長也有很長時間的互動 所以不管未來你會到哪裡 我想以後我們大概還會有其他的機會 能夠再合作 那這次的勞動部呢 就是說有提到 就是說就業服務法第52條 那立場表明支持就是說 刪除三年期滿出國一日 並且推動國和國之間的直接聘僱 還有呢降低民間的仲介的這個剝削 我想我們都是非常非常的肯定 那在這邊呢我想請問 就是說其實有關於這個外籍勞工 其中的部分是餘工的這個部分 那其實在這個勞動檢查的這個部分 我們會看到 像宜蘭縣的餘工職業工會 他們也提出了一些的 是個案其實也是通案 也是通案 那就是說我們地方的政府的勞工處呢 他可能是做勞檢 還有就是說 就是勞動部有一些的申訴案件 會移轉到地方政府去 可是呢我們就看到有一件 就是說那個超時工作 然後雇主為給付岩石工時的 這一個部分呢 其實在宜蘭的這個 漁工工會這邊提供出來了以後呢 其實我們就看到一個很荒謬的一個情形 因為他這個是103年就提出來的 然後呢地方政府呢 勞動部就是去文給地方政府說 請你派人去查 然後呢地方政府就說 證據不足請工會再補意見 所以變成工會和勞動部和這個地方政府之間呢 就是一個循環的一個狀態 大家就是公文文書的往返 那外籍勞工的這個 漁工的這個部分的勞動檢查 其實他的這個證據是 勞動部都會是說證據不足 然後地方政府也會用這個部分去表達 可是呢到了這個部分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中央只能夠要求地方去調查 去查查 但是呢地方政府說我們不知道 怎麼樣去計算這個 外籍勞工的外籍漁工的工時 不知道怎麼樣去計算 所以你就看到這個也是 大家一直在那邊反覆反覆 一直在那邊 公文來來去去 所以呢我就會看到我們這個 外籍漁工的這個勞動檢查呢 就是說它是要透過什麼樣的一種方式 其實我們也看到 就是說在104年的1月29號 104年的1月29號呢 其實勞動部有個公文 他就是會告訴你是說 他的這個工作的時間呢 就是勞工要在雇主的指揮之下 在固定的場所 還有他的設施提供一些勞務 那當然就是說我們經過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要透過一個工會的同意 但是在船上的話呢 他可能沒有工會 所以呢我們的勞資雙方 他必須有一個勞資雙方的會議 來做這個部分 然後呢如果要加班 要延長他的工時呢 他必須要有一個這個會議的通過 他才能夠去進行 那我想勞動部應該知道這件事情吧 這個我 來 你說明一下 跟委員報告一下 剛剛提到就是有關於延長工時的部分 的確在現在法令上就是 這是一個程序的問題 是透過工會 可是你知道嗎 像勞動部在1月份給的這個解釋函 這個裡面有提到 可是呢地方政府呢 他可能到9月份的時候呢 他才把這個函給工會 可是呢問題是 到了後來呢 到了105年 今年的1月15 1月20號呢我們還看到 這件事情呢 其實就是 縣政府那邊呢 還是給這個工會說 其實我們還是 這個個案還是不知道怎麼辦 所以到現在為止 還是在推脫的這個過程當中 這個你們知道嗎 這樣好不好 是不是委員我們 這個會後我們 所以過去個案去 好那我再提到 就是在 2015年到2016年的3月份 我們看到就是說 我們對於那個 就是勞動部 他有一個統計的資料 他說海洋漁業勞動檢查10次 違反勞機法 只有一件 只有一件 那可是呢 我們的這個 就是 餘工的這個部分呢 就是說 我們應該也算是 勞機法吧 也算是勞機法 對不對 適用嘛 可是呢在這邊呢 我特別要提出來一個 就是說 這個是 勞動部給的一個資料 他在這個 最下面的四行 他寫到 就是說我們檢查了 10次 只有一件違法 可是問題是在哪裡呢 問題是 我們勞動部 所檢查的 事業檢 單位呢 都沒有 沒有雇用外籍勞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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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示是說他們根本 你們都沒有上到這個 外籍漁工的這樣子的 船上去檢查 你們是檢查 你們是挑模範身去檢查 那在這種情況下 你還會看到說 檢查10次只有一件違法 看起來好像是非常的 好像是非常的少 可是呢 外籍的這個漁工的部分 你們完全是沒有辦法掌握 是這樣子嗎 跟委員報告一下 因為這個外籍漁工 他有分 遠洋 或者 說實在的 到遠洋 或者甚至於到近海 我們去檢查的這個能力 可能 有 所以你們根本就沒有去檢查 沒有 但是外籍勞工 他受僱在本國的公司的話 那我們本國公司 有他的一些資料 我們可以根據他一些資料去 所以你們這一份的 右上方的這個報告 你們就是說 尚無聘用外籍漁工 表示說你們去的那些都沒有外籍漁工啊 所以表示是說 外籍漁工根本就不在你們的檢查的系統裡面嗎 這個這樣說啦 他如果說是由台灣的這邊的船公司聘了外籍漁工 我們一定查得到 但是因為有些遠洋漁業 他是在外國 在外國當地去聘 他就不會透過台灣的 可是問題就是 從這個 從去年到今年的檢查 我們就會看到 你們根本就沒有去檢查到嘛 因為我們沒有辦法上船 因為他們的船一出去就幾個月 我們不可能去上他那個船 他到 他比如說 但是現在譬如說 宜蘭的工會 他也提出來 他們的勞工的條件有問題了 可是你們還是沒有認真的去查 所以你們才會檢查是檢查是 沒有檢查到外籍漁工的這個部分啊 我想剛剛委員提的這個個案 我們會去專案去做一個檢查看 這個個案從103年到現在105年已經兩年了 那我們再看到這個 就是我們在虐待的外籍漁工的這個現象 這個其實是在各大媒體都曾經揭露過 那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在這樣的一個情況下呢 我們台灣的這種現象 我想請問一下 我們的勞動部有掌握到這些 這些媒體揭露的訊息嗎 就是這個 因為他們講的是說 他們睡在甲板啦 還是這些 對 但是這些呢 我們也都有去了解 基本上 在漁船上面喔 就是 他也都有他的一些睡覺的地方 但是有些漁工他自己會覺得熱啦 還是什麼 或者在 我認為他不是個案 如果他是一個個案的話 基本上他不會值得 我們的這個 媒體這樣子大肆報告 而且不是光一家 好多好多家的媒體都做的 不是同一件事情 他從20152016 就是不斷的做這樣子的一些的報導 不斷的揭露 所以呢我們會看到就是說 我們台灣的漁工的條件 他的勞動的條件 可能就是說 在重介的部分 有人口販運的可能 還有呢 就是說他的勞動條件 他有寫漢之寫 所以在這個2014年呢 我們會看到 美國的 人權報告 他把這個 人口販運的部分呢 把它列為是 這個 國際的 國際的 這個 漁工 他們臉身也把它納進來 我不知道勞動部 知道這個情形嗎 我們有看到這個報告 有看到這個報告 我想這個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國外的人權單位 美國人權單位 都已經提出來 Greenpeace也提出來了 那另外呢 就是說我們勞工 也希望能夠轉換 轉換他的雇主 可是呢 在我們的就業服務法裡面呢 是規定 你其實是可以轉換的 可是問題是我們的 換了雇主的話呢 他的原來的雇主的配合 就會被降低 他的被降低了以後呢 或者被取消 那在這種情況下呢 其實我們的 原來的雇主 就不願意去 讓他們能夠轉換 那所以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也看到就是說 我們的仲介 仲介 它其實它是在幫助 我們的雇主 在讓他們 做強制遣返的這個工作 所以呢 這個國際上 也都已經注意到 那我們的 台灣的這個外籍漁工 到底還有勞動檢查 該怎麼辦呢 我們台灣碰到的情形 那最後我想要講到的就是說 我們對於漁工的這個科克 其實這個國際上注意到 那最後我想提出來就是說 我們跟國際之間 國與國訂定一個備忘的 執行的這個綱領 是非常好的 像我們跟菲律賓啊 還有就是跟不同的國家 有訂立這個 這個本級非常的肯定 可是呢我們到目前為止 直接聘僱的 只有18.6% 那換句話說 還有81.4% 它其實還是受到這種 比較不公平的這樣子的對待 還是有剝削的嫌疑 所以我也希望勞動部在這個部分呢 能夠好好的反省 然後在這個部分呢 好好的找出一條出路 讓這個外籍漁工在台灣 他們不是受到有剝削的一群 謝謝委員指教 謝謝委員指教 是不是書面回答 我們陳范利委員的這個 剛剛質詢 下一位我們請陳一敏委員 好我們謝謝主席 大家早我們請那個陳部長 謝謝 陳委員好 陳委員好 對 這是您最後一次備詢嘛 那本席事實上 謝謝你齁 在過去這段期間的那個 的貢獻 而且其實真的是無私的奉獻 而且堅持到最後一分鐘 好 那當然呢 本席也希望能夠藉著 這最後一次質詢的機會 能夠 straighten the record 厘清一些我們過去 我們討論的一些事情 事情的真相 應該要被揭露 請來下一張 我記得本席在這個會期的時候 第一次跟您 其實除了您2月22號 曾經到我的辦公室來 來我們做了一些交流 跟溝通以外 其實在3月16號 在4月28號呢 本席呢 都曾經針對這個醫師入牢 激法的這個議題 跟您溝通過嘛 那我記得在3月16號的時候 然後我們談到血汗住院醫師的問題 您也提到說 其實 主要的癥結點 不是在勞動部嘛 你也舉雙手贊成說 其實醫師應該入牢幾法 可是呢 衛福部那邊 因為醫師人力的問題 所以遲遲沒辦法 甚至要8年後才可以 記得嗎 對 是這樣子嗎 當然這樣答 是沒有錯嘛 但是我們當然 那個時候也提到說 如果是住院醫師 我們要改他的這個公室 然後要入牢幾法 那這樣的話 會不會影響到專科醫師 因為到時候 全部工作都變成專科醫師在處理 所以在4月28號的時候 其實我們也跟衛環委員會裡面提案 就是說希望能夠公實令定 好 下一張 那很奇怪的就是說 在4月29號 時代力量黨團 他在立法院的這個院會裡面 有提出一個決議 要求勞動部要將醫師納入牢幾法 就是這一份 這個文 那你會不會覺得他有點 對象弄錯了 因為他要求勞動部嘛 將醫師納入勞基法的適用範圍 好像你們並沒有反對這件事情 這個在委員前幾次質詢的時候 我們的態度也是 將醫師納入勞基法 在行政作業上 在法治上 是勞動部的權責 是 但是醫師的主管機關是衛生 衛福部 衛福部嘛 所以衛福部他必須要考量到 整個醫師納入勞基法 他的能力調度的問題 是啊 這這有沒有一點張飛打月飛啊 換句話說 就是說其實 根據我們的這個勞基法的第三條 第一項第八款嘛 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是事業嘛 所以醫師要納入勞基法 是否依據此款 只要衛福部提案 對 只要衛福部 他提時就是用行政命令 好 他就是修改他的行政命令 來院被查就可以 是不是這樣子 依法就是勞動部公告就可以了 對 勞動部公告 直接公告就可以了 但是我們 所以教化時代力量 他們做這件事情 有沒有跌床架屋 而且其實矮化了我們立法委員的職權 我們立法委員就是被人民選出來 就是要行使立法的職權嘛 對不對 那你現在實在力量提這個東西 這需要提到立法 立法院的院會變成一個決議嗎 需要這樣子做嗎 而且甚至還要黨團協商 這根本都是在浪費我們的行政資源不是嗎 因為他們可能是也是想突顯 就是他們政黨的一些主張吧 我想 對 了解 所以事實上是不是 就是一直擔心在五億勞動節的前夕 沒有辦法提進來 然後才在那邊一直抗爭 然後其實是作秀的意義大於實質的意義 所以其實本席就覺得說 其實問政是需要很 什麼 你應該很細緻的 而且要懂得這個法律啦 不要這樣子就是 真的那是作秀了 下一張 那這個就會讓我很擔心 因為其實在今年 光是在英國 就年輕的住院醫師已經三度的走上街頭 原因就是因為英國他們的新的勞動契約 衛生部的勞動契約 把他們每週的工時 從60小時 一下子增加到90小時 本來是每天 就一個禮拜是五天 工作12小時 一下子變成六天 而且要工作到16個小時 所以其實就造成了很多年輕的 住院醫師的不滿 走上街頭 而且呢 甚至英國的這個醫學會 所以 British Medical Association 他們是代表醫師的專業團體 但是他們也有註冊為工會 所以這是跟我們全聯會 台灣的全聯會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他們有註冊為工會 所以他跟政府的協商破裂 而且決定要罷工 下一張 那台灣其實在過去這段期間 光是在四月份 我們就有四個醫師 相繼的倒下 台大的一位醫師 高雄榮總的一位醫師 還有另外還有兩位醫師 就是在手術室在診所 他們都是三四十歲的年輕的醫師 其中也有我在陽明的學弟 其實這是讓人家非常非常的痛心 所以其實醫師入牢幾乎 已經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議題 但是如果新政府上台 還在那邊協商 還在那邊說要四年之後才可以 還在那邊講說就住院醫師才可以 我覺得這個其實不是人民所遇見的 就想樂見的事情了 那罷工其實是在為勞工朋友保障其權益 最後不得不採取的手段 那而且根據這個勞資爭議處理法第五十四條 目前呢 罷工權做出的排除跟限制的條款 是只有在水電金融跟醫院 請看下一張 所以我要問一下部長 目前的話我們國內 現在根據你們的這個五十四條 這個裡面規定的是 醫療人醫療機構是護理人員有納入勞基法 然後護理人員好像又成立一個基層護理人員產業工會嘛 所以依據這個產業工會 他們事實上是可以罷工的嘛對不對 我的了解那個是不是 保護委員 像這幾個行業 因為他非常特殊 他跟雇主約定必要服務條款 他才能夠進行罷工 不過他擁有一個權利就是 一方申請就可以交付仲裁 換句話講 如果工會有一些爭議 他可以直接就要求仲裁 好那我問一下 那醫師目前還沒有成立工會嘛 那還沒成立工會之前可以罷工嗎 他一定有工會 才可以主張他的這個 那好他有工會才可以罷工 但是現在醫師還沒入勞基法 對 那醫師可以 沒入勞基法之前 是不是可以先組工會 他沒有入勞基法 但是他還是依照那個工會法 他是可以組工會 可以組工會 所以醫師是可以組工會的 但是現在還沒有了 所以我想將來可能會有 當然下一張 我們不希望因為這樣子的狀況 就是真的是這個 對年輕的醫師來講 他們的這個就業的環境 真的越來越惡劣 尤其住院 年輕的住院醫師 我們希望給他們一個希望 當然我們也不希望說 他們也跟英國的年輕醫師一樣 這樣來走上街頭 那當然這樣子就會造成 醫病關係的惡化 也是會讓損害到我們 病友的權益 好 下一張 所以這個部分呢 可能還是需要我們的部長 能夠來協助我們 好 那最後我們講一下 這個移工的問題 我想最後一張好了 我們先到最後一張 現在移工的問題其實蠻嚴重的 那當然其實一個印尼看護工 我們看他的薪資的結構 他其實來之前 可能都已經在他的當地 就已經開始被剝削 不要講剝削 其實就是他要付很多的費用了 所以他其實每月的薪資 可能只有兩萬塊 可是最後扣掉了居留證的費用 服務費 健保費跟這個貸款費 只剩下了五千四百四十三塊 好 所以這個多重的剝削之後 甚至在當地 當地就會被這個 他對方的政府的官員 直接收取費用 那不曉得部長有沒有可能 將來其實是可以 在這個移工的問題 能夠做一份交界的備忘錄 好 列入交界的事項 給我們下一任的部長 讓他能夠直接的去跟他國的這個部會 做這個談判來改變這個現狀 是 謝謝委員 我們會把它納入這個移交 好 謝謝 謝謝部長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王玉敏委員 那王委員質詢結束以後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 好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是不是有請我們陳部長 請陳部長 王玉敏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 首先本期要跟你討論的 是有關於這個 逃逸萬老的一個問題 其實上個禮拜 就是在這個中南部 又發生一起 就整台車 一台車大概載了34名外老 要上山去採查 但是這34名外老裡面呢 其中有18位通通都是逃逸的外勞 所以目前這個逃逸外勞的問題 是不是他們已經變成是一個集團化的運作 因為看起來是整批人 然後一起 就是感覺是有人在組織他們 然後在幫他們找工作機會 然後大家就湊在一起 然後一起打工去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樣的一個現象 我們也看到 合法來台的外勞 他說工作一個月 扣除仲介手續費只拿到幾千塊 就像剛剛陳一鳴委員秀出來的 大概像這個看護工 他平均一個月大概拿到五千多塊 但是他打黑工 他逃逸了之後 每一天的日薪 他可以賺到一千塊 所以相較之下 他可能就會這樣子停而走險 我們來看一下這個圖表 而在外勞裡面 如果我們看產業外勞 跟我們的社福外勞這兩大類別的話 社福外勞的逃跑的情況 比產業外勞還要來得嚴重 就是這個產業外勞 大概是逃跑率是7.2% 但是社福外勞呢 大概將近是11% 如果你看它兩個去相比較的話 這個整個社福外勞 它的這個比例大概是比 產業外勞是更多的 那面對這樣的情況 我們到底怎麼辦 我們現在對於 我們現在整個台灣 我們總共這個逃逸外勞的人數 104年已經有43,688人 那怎麼辦 現在看起來他們其實比較多 好像是往中南部去移動 而過去已經有好幾起 都是在中南部裡面查獲 他們可能在山裡面工作 或是像這個採查去 甚至本席得到的消息 還有一些女性的這個外勞 在中南部縣市是從事所謂的社情行業 那這一個問題到底 到底怎麼辦 我們現在大量禁用之後 我們對於這個外勞逃逸的問題 好像是沒有辦法去解決的 這個跟委員報告 就是外勞逃逸事實上 我們也想了很多方法去主持 那委員這邊的都是統計資料 就是歷年累積的 但是這兩年呢 它事實上 這個逃逸率大概是在4.3%左右 就是兩年累 近兩年累積大概有三萬多名 所以這是第一個跟委員說明的 那第二個就是 剛剛委員說是不是有組織 確實是有一些這個 這個中介業者 有人在接應他們吧 對 他們透過他們外勞之間的 這個人際的家鄉的網絡 一個拉一個一個拉一個 那麼會組織這樣的一個小集團 那麼來做這樣子的一種操作 這是有的 那第三個就是 由一些外勞被吸引的到這個農村去 這個我們普遍看到 所以這裡 但是這裡也確實是因為農村 真的是缺工 像剛剛委員講採茶 現在他們就說採茶姑娘都已經 六七十歲了 那所以他必須要靠這個 這個外勞來幫忙採茶 那這個是有時候實際上的現象 那當然在那個季節 我們也就是必須要配合這個警政單位 去加強這個取締 對 所以剛剛其實部長提到的 我覺得這是兩個層面 如果農村缺工 合法引進這個外勞 這個議題是可以探討的 但是它是大量去僱用 逃逸的外勞這件事情 我覺得這個是我們在法令上面 我們現在在制度上面 不允許的吧 而且這恐怕會形成我們整體 社會上面 你這個大量禁用之後 然後有這麼大一批人 是不在你的管理範圍 你也不知道他現在在哪裡 我覺得這個對整體來講 這的確是一大漏洞 所以這個議題本期希望未來 其實新政府還是要提出一些辦法解決 而且在查契的部分 現在以勞動部跟移民署為主 我們刑事警察局有 他的角色有進來嗎 我們現在已經也跟這個警政單位合作 甚至我們也提供這個查契獎金 就是如果說警察有查到一個人頭的話 我們都會給他一些這個獎金 對 我們管理的原則是合法的 我們一定給予保障 他在權益上面我們一定要給予 但是非法的部分 我們一定要打擊也是要查契 這個原則其實是要非常明確的 另外一個我要讓這個部長看到 就是說現在的社府外勞裡面 這幾年來的這個勞資爭議裡面 有一個數字本期特別關心 就是透過1995你們受理的案件數當中 性騷擾的每年大概都有超過300件 102年有319件 103年有346件 104年有316件 這除了性騷擾之外還有性侵害的 102年有64件 103年有65件 104年也有49件 如果這兩個數字相加 你知道在102年呢 性騷擾加性侵害大概是383件 103年是411件 104年是365件 幾乎就是365天 每一天都會發生一件 可能是外勞 這個社府外勞 他可能被性侵或者是性騷擾的事件 我覺得這個對於女性的這一些外勞朋友們來講 也是人身安全上面相當大的一個潛在的風險跟傷害 這一塊到底我們現在的處理有去照顧到他們應該要有的權益嗎 我們性騷擾的防治法可以落實嗎 因為他的老闆就是他的僱主啊 那這一塊你們要透過什麼樣的方式來保障他們 當然這個委員講的這個 因為家庭外勞 他就是住在他們家裡啊 所以他基本上 我們一般的這個檢查人力也很難說隨時的去監督 捐看 所以大部分都是他們有受到騷擾了 那麼打1955的這個方式呢 那麼來我們就立刻 就啟動我們的這個性騷防治的這個機制 那麼來協助這個外勞 所以剛剛委員講的這些呢 大概基本上都是透過1955來跟我們申訴的 那通報了之後呢 通報之後你們對於他們的處遇是什麼 你們跟其他社府單位的合作又是什麼 我們一般就是就立刻就連 性侵比較可以比照的模式處理性騷擾呢 性騷也有這個性騷的這個 性騷法就依照性騷法的這個機制就會介入 因為縣市都有這個性騷的一個 但是因為他沒有場域啊 就是說我們現在性騷很多就是你工作場所的僱主啊 他的僱主可能就是性騷擾他的人啊 他也沒有性騷委員會可以幫他處理啊 他就是個人單一啊 所以他的狀況其實是比較特殊 他並不是在一個某一個公共場或公共場域 然後所以那一個的僱主要負起責任 你這邊的僱主你指的是誰 是這一個家庭的僱主 僱他的這個老闆 還是是仲介他進來的這個仲介公司 僱主就是僱用他的那個人 所以他就在家庭裡面就是那個僱用他的那個人 那常常就是這個人他犯的這個性騷 那我們依照性騷的這個防治的體系呢 就會立刻通知這個縣市政府的這個窗口 那就會進入去這個調查去瞭解 那後續你們追蹤的狀況 這些性騷案件 當事人的權益都獲得保障獲得平反嗎 都有確認嗎 這些申訴案都有成立嗎 這個有一些都會進到司法的程序 時間就會比較拖的比較長 我希望這一塊喔 其實涉及到我們女性的外勞 她們的人身安全的問題應該要重視喔 最後一個我要讓這個部長看到的 就是目前產業外勞跟社府外勞 他們勞動權益的比較喔 事實上產業外勞呢 它現在有最低工資保障 最高工時保障 也有勞保 也有全民健保 但是呢社府外勞 沒有最低工資保障 沒有最高工時保障 也沒有勞保 它唯一有的就是健保 那你們已經研議多時的 這一個草案 就是加持勞工保護法 現在為什麼沒有再送進來立法院 因為那個當初送到行政院 在部會之間討論 就發現有很多這個困難 所以我們打算就是 部會之間還要先這個做好整合 才會再送出來 那現在剛好又碰到這個政府交接喔 所以我們會把它列入移交 好 你們列入交接的很重要的法案好不好 未來可能在我們整個家世外勞的部分 我覺得他們的權益 還是要獲得適當的保障 這樣子才可以讓他們來台灣 是可以在一個合法的 然後合乎勞動條件的一個打工的環境 謝謝 好 謝謝委員 好 現在謝謝 我們休息五分鐘 我們休息五分鐘 好 謝謝 謝謝 我們休息五分鐘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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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各位我們要繼續開會了 是不是請大家就坐 好 媒體的朋友先生小姐們 可能要麻煩你們移動一下你們的身體 剛才已經五分鐘了 謝謝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蔣萬安委員 謝謝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蔣萬委員長 部長好 我想 首先當然是 向部長這個 至上最高敬意 這個 堅持到最後 非常的敬佩 那我想 今天我們討論 舊法第五十二條的修訂 那我想 我也把過去的這個整個 第五十二條 整個立法的過程 也找出來看 那當然 我相信部長很了解 最早 我們當然第五十二條 是要求 我們外籍移工 他能夠返回 強制要求他們出國 四十天之後再回來 那當然在九十二年 這個修訂的時候 將四十天改為一天 那當初最早四十天 強制他們出去四十天再回來 主要是考量 擔心他們會有這個 可能變相的移民 這樣的一個問題 那後來當然 避免這個空窗太長 需要 只需要他們有一個出國的事實就可以 所以改成一天 那今天我們在討論 希望更進一步 解決就是說 避免這樣出國一趟 被照顧者 他們照顧的權益 我想部長剛剛報告的時候 也提到 可能造成很多的困擾 很多的長者 或是身心障礙者 或是失能者 他們需要外籍看護的 這個實時在旁邊照顧 看著的時候 如果一出國 反而造成他們非常的困擾 所以 今天喔 我本期就想問說 如果我們今天把這一條 要求他們出國一天再回來 當初的一個顧慮 是否還存在 是 謝委員提醒了 就是 我們就是因為那個國基法修了 國基法 因為過去 只要外國人在本國 連續 這個停留五年的話 他就有條件申請這個 永久居留 那所以當年為什麼規定 每三年要他們 能夠出國一天 那後來 國基法修了 所以就是在本國 依照這個聘 就是這個聘用的這個 不是 這個僱用的這個規定 進來的這個工作期間呢 都不納入國基法 這個計算的這個基礎 所以就沒有這樣子說 可以具以申請這個規劃的問題了 好 那其實 當然當我們這個會期提出這個案之後 那當然本席也有連署 我基本上也是贊成這樣的一個修法 但是的確也有些民眾 這個像本席的辦公室陳勤 那他們提出了一些顧慮就是說 那對於這些外籍移工 會不會讓變成說 好像剝奪他們回母國去訪市啊 探親這樣的一個權利 或者造成一些外籍移工 他們長期居住在台灣 可能後續衍生一些問題 那關於這個部分 我不知道說勞動部 有沒有注意到這一點 然後有沒有相應的這個解決的對策 是 第一個就是這些外籍移工 依照現在的法令就是最長 在台灣停留12年 那至於那個製造業的最長 可以到14年 這個是上次修法才過 所以 家庭的是14年 那麼產業的是12年 所以大概這個有最高的一個限制 那第二個就是會不會剝奪 他們返鄉的這個權利 那我們也剛剛在報告也特別承諾 會同步的來修訂 我們的外籍勞工的管理辦法 裡面我們未來會規範的 讓這個外籍勞工返鄉的權利 要明定在這個勞動契約裡面 那麼雇主要聘用的時候 我們一定要求他要能夠落實 這樣子的一個要求 好 謝謝部長 因為的確我想 我也看到說勞動部在報告裡面 你們想透過在這個勞動契約裡面 要求雇主規定就是說 如果勞工他們有要求 我報告裡面也提到就是說 我們這一次刪除第52條 要求他們返回母國一天的這個規定 其實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說 可能會降低外勞逃逸的這個問題 那我想因為勞動部也提出相關的數據 也就是說每一次好像到這個期限戒滿前 這個數據反而是攀升的 就大概10點多趴的這個比例 反而是比較高的 所以勞動部的推測是說 如果刪除這一條 可以減少這個外籍移工逃逸的情形 那本席也就特別關注 就是說外籍這個移工他們逃逸的狀況 那是不是 我相信如果刪除這條 有可能會減低這個外籍逃逸的情況 可是我們看到就是說 外籍移工他們逃逸的狀況 似乎是每年人數是攀升的 也許比例上面可能沒有太大的差別 因為可能我們引進了外籍勞工 這個人數越來越多 也就是說分母會比較大 可是人數攀升 這一點是不是請教部長 這個對於我們外籍移工逃逸的狀況 有沒有一個解決的辦法 除了說刪除這一條 有可能改善 另一方面 對外籍勞工他們這樣的一個情形 勞工部有沒有注意到 謝謝委員 就是事實上外籍勞工逃逸的這個比例 大概都維持在4點多上下 所以沒有太大的變化 不過因為它的總人數是一直累加 有些不見得找到 不見得那個可以查氣道 所以它就會累加 所以總人數看起來是在攀升 那麼至於勞動部怎麼樣來改善這個問題 那剛剛今天如果說修法 把這個三年出國一日的這樣一個規定 把它取消應該有所改善 但是還有很多是那個跟雇主的互動啊 我們現在發現有些外籍勞工 我們問調查他的一個原因 很多就是跟這個 尤其是家庭看護工 他因為就長期住在這個家裡 他認為跟雇主的這個互動不佳 或者是雇主給他的一些勞動條件不佳 這些都是我們往後要去再去做更多了解去改善 對 所以我看到這一點的確刪除掉這個 可能會對於外籍勞工逃逸的情形有改善 但是也有可能另一方面換個角度 可能這些長期留在台灣的外籍移工 他們可能對台灣的熟悉度更深 而且也可能長期在一個雇主下面 產生的這個摩擦 或是可能引發的這個勞工之間的糾紛 也可能會越來越高 所以也可能造成他們會這個逃逸的情形 所以我想這一點勞動部 我希望說能夠注意到這一點 不是說完全刪除就可以徹底改善 那另外也就是說 關於這個家事移工的部分 我們知道家事移工其實不適用勞基法 的規定 那根據勞動部去年6月有一份調查 外籍勞工管理及運用調查統計結果 其實我們家事移工他們其實工時是蠻長 平均工時大概10.2個小時 那平均的這個薪資 當然勞動部的報告是說大概18700多 可是如果約定的話實際是17000多 17000 所以基本上我們對於外籍的家事移工 他們工時長薪水低 勞動條件相對是比較不夠的 不夠好 所以我想之前我也注意到說 勞工部其實也有在推這個 家事勞動保障法 家事勞工保障法 那我不知道說這個未來這個進度 是不是還是會讓他進到立法院來審議 這部分請教部長 是因為我們當初 你的一個這個家事勞工保護法 那到行政院去做審議的時候 各部會之間對這個法律裡面的規定 有相當多的疑慮啊 因為它裡面就變成勞工是在一個家庭裡面 那麼理論上它又有家人的關係 又有牢固的關係 那它的關係很複雜 所以當時在行政院討論之後呢 就停止討論 那我們現在也剛好碰到這個政黨輪替啊 所以我們會把這個案子呢 那麼交接給這個新政府 他們可能要再透過再輕一輪的討論呢 再立刻送到儘快的送到立法院來處理 好 謝謝部長 我想這個當然一定要列為這個非常重要的這個交接的一個法案 希望未來我希望能夠儘快的 把相關的問題釐清解決之後 能夠確實保障我們這些家事勞工他們相關的權益 因為他們並不在我們勞基法相關的規範之內 所以希望能夠對他們的權益能有所保障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李燕秀委員 謝謝 請陳部長 請陳部長 部長 最後幾次的諮詢我一定要好好把握機會 謝謝委員 部長 我們全台灣今天這個議題 其實全台灣也是我們很多家庭 很多家裡有外勞或者很多產業界有外勞 大家非常關注的議題 目前台灣有57萬的外籍勞工 對於台灣的經濟發展跟長照其實有很多的幫助跟幫忙 他們權益確實也是需要我們共同努力 我們站在國際的舞台 我們希望對於所有勞工的權益 不應該是分本籍跟外籍 我們如何逐步地把這個齊平線拉到平等 我覺得是一致該共同努力的目標 所以我非常感謝今天林淑芬委員 安排這樣的一個議題 但是對於勞基法52條的修法 我擔心的就是說 我們過去無論是其他在上一屆的委員提出來的 未來如何避免照顧的空窗期也好 或者是我們如何去協助外勞 避免 我們看一下我們看一下幻燈片 或者是避免未來就是說 如何在他們回去的時候 三年每次回去的時候 會不會我們擔憂是他會不會被收取到 再多一次的仲介費的剝奪 我覺得這個是 我擔心的是在修法的過程當中 我們或許只看到一個點一個面 但是修法之後 會不會有產生出其他的議題跟問題出來 這個其實還是一個很大的問號 我們看了 你剛才回答幾位委員 你講說有機會 我們可能這個事情可以避免 或者是我們可以把傷害程度降到最低 或者是可以改善 但是最後這個議題修正之後 會不會有其他的議題面向問題產生出來 不得而知 我想你在這個任內剩下兩個星期左右的時間 大家都沒有十足的把握 所以我今天還是要提出幾個問題出來 我想聽一聽 部長你在專業上的意見是什麼 包括取消每三年強制回國的規定 會不會造成外勞根本回不了國 或者是犧牲了更多移民工的權益 就是說有些人 雖然我們現在一年有七天的假期 但是有些住在印尼菲律賓 你家只回去七天 一趟機票費這麼貴 他會不願意 那他就想我忍著我忍著忍著 我不要回去 但是會不會變成 他有時候真的該回國 反而好想家好想小孩子 反而回去看不到 變成跟雇主協調 好不容易碰到一個還不錯的雇主 然後他要離開這個 他變成他回去 他可能就會失去 在原雇主下面工作的機會 我想這個是一種面向有可能會發生 反而是說我們取消 我不知道未來法令會怎麼去做修正 但是會變成很多想要回家看看小孩的 看看家人的這些移民工 反而看不到家 這是我提出來的問題的第一個面向 那包括我們現在看護外勞 其實我們勞動檢查並不容易 三年一次的強制反國 會不會是變成是唯一真的是外勞 唯一的休假日期 有很多特別是照護的外勞 根本老爺老奶奶躺在床上 你要讓他放假真的不容易 雖然休假有額外的薪資的補貼 但是平常其實他們根本沒機會放假 如果不是 如果唯一 如果沒有三年一次的休假日 我擔心 我提醒是 我提醒出來這個面向這個點 我認為是勞動部要去進一步的去思考 包括未來如果 沒有讓他們固定時間去休假甚至返國 我覺得他可能會不會連唯一的休假日也沒有 這是另外一個面向 我要提醒勞動部你們要仔細去思考的 我覺得52條的修法 我覺得是應該朝這個面向來走 把本勞跟外勞移民工的權益 拉在一致的平等線上 我覺得是所有委員都應該支持的 但是我覺得很多的面向考慮點 不要我們修了法之後 其他面向的問題又產生出來 包括這個照護的空窗期 不管未來我們修正是幾年 必須要回國一次 談了這麼久 照護的空窗期如何處理 現在家裡有父母躺在床上的 年輕的夫妻都在上班 那好不容易家裡有外勞 真的這個空窗期修正了之後 我們談了這麼久 空窗期你們處理了沒有 上一屆就在談的 這個跟52條的修法 雖然沒有直接的關係 不管未來要修正到哪一個時間點 沒關係 待會可以署長協助回答 但這個空窗期有沒有機會處理 最後我想提出來 因為我今天其實有兩個議題要問 一個是這個議題 其實外勞是替代性的補充人力 長時間的待在台灣 會不會變成他對這個產業非常的熟悉 包括我們在講長照的議題 我們都希望所有委員都一致同意認為 未來我們想辦法讓本級的勞工 加入我們照護的行列 但是外勞如果在這個行業當久了 還會變成替代性的人力 會不會變成排擠本國的勞工 我想52條的修法 部長你不用回答我 其實我覺得我是支持的 我也感謝趙偉今天安排這個協調會 這個答詢的機會 但是我剛才提出來這幾個面向 這幾個點 我都認為勞動部必須要有配套措施 一旦修了法之後 我擔心的是很多其他的議題 很多其他的問題便接踵而來 所以包括我認為我們現在有職聘中心 也就是說雇主就是兩方面 包括他們該付他們那邊的仲介 跟我們這邊的這個仲介 可以變成是其中都是同一個仲介 聘雇同一個外勞公司 我們有一個職聘中心 如何把這個聘雇的職聘中心做得更落實更好 減少外勞在他們自己本地的國家 又多一層被剝削 我覺得反倒過來除了修法 或者是甚至我們兩個同時並行 把職聘中心做得更落實 或者還沒修法過的期間 我們這個過度的階段 把職聘中心做得更好 達成目標 我覺得這幾個面向 這幾個事情 我覺得才是勞動部 我們私底下 我們要把這幾個議題想得更清楚 後續我們再來配合修法再來做 否則解決了一個問題 產生其他的問題 我覺得就變成我們 勞動基準法 我們常看到不同的委員 常常在提案 常常在修 那我覺得這部法修來修去 我都很擔心 修得到最後變成四部項 好 我們再看下一個議題 部長其實因為剩下最後 沒有幾次的機會跟您直接做答詢 我還是想再提一下 上個星期我們在審基金預算的時候 我一直在提 從我在台北市議會 我就很關注非典型的人力 我們看到我們目前 在社家署這邊所提供出來的資料 我們從102年到105年 我們的非典型的人力 事實上成長的比例逐年在增長 從102年到105年是增長了1.4倍 我就說我們派遣的人力也好 我們承南的人員也好 加起來其實是逐年在增加 在我們社福基金裡面 我們這邊所提供出來的 社家署所提供出來的數據 我們再看下一張 近四年來中央的派遣人力 看起來從101年 部長你可能會回答我說 每一年都減長 從101年的1萬多 變成到104年之後 剩下8000多 但是憑良經講 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方向之下 我發現我們的勞務承染人力數 確實是我們可能減少了派遣 但是我們直接對等的勞務承染 事實上是逐年在增加的 我時間已經結束了 所以我要再一次強調 我們再看下一張 從101年到104年 我們臨時人力也不斷的在增加 也就是說 勞動部非典型的僱用人力 事實上 從派遣人力加上勞務承染人力 加上臨時人力加起來 其實是逐年在增加的 我們再看一下衛福部的部分 衛福部的也是如此 根據人事行政總處的資料 我們的派遣人力 我們的非典型僱用 這個總誇解叫非典型僱用的情形 事實上也不斷的在增加 如果我要再一次提醒 從基金預算我看到的狀況 如果我們自己非典型的僱用的狀況 逐年不斷的在增加 我請問我們未來 面對於民間的公司 我們如何要求他們 去減少所謂的非典型的僱用 從我們的衛福部跟你的勞動部 我們沒有自己先把自己的鬍子刮乾淨 我們怎麼樣去要求民間的企業 這是我今天兩個議題 我想一併讓部長清楚了解 但是更重要的是 坐在下面的事務官 我下個會期會針對這個議題繼續追 我希望你們有所準備 我們也希望勞動部 未來在非典型的派遣人力的部分 我認為是要去逐年去做修正的 以上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委員 下一位我們請林靜儀委員 謝謝 謝謝 謝謝主席 我們先麻煩內政部移民署 移民事務組 移民署 李專偉 我們今天有特別安排的這個部分 你好 我要感謝主席今天特別有麻煩 就是說包含移民署這邊一起過來 因為其實在上一次我們 我也針對我們的所謂的非法移工 就是說俗稱的逃跑外勞 那他們在台灣的一些 尤其是他們的子女的一些狀況 去做一些質詢 不過因為那個時候只有勞動部 所以可能這個案子還是要麻煩移民署 給我們一些資料 我想昨天剛過完母親節 但是其實台灣如果根據我們現在 民間團體的資料 大概有一百多名的小朋友 他們其實是很困難跟他們的媽媽說 我們清潔快樂 因為很多時候他們的媽媽 是俗稱的逃跑外勞 那有的是找不到人 有的是根本沒有辦法來看他 那這些小朋友 我不曉得移民署這邊 你們知道他們在哪裡嗎 就是俗稱的這些非法外勞 他們的小孩 他們在台灣工作之後生下來的孩子 在哪裡 目前在我們所搜尋到的資料裡面 如果我們有查獲的話 遇到現在的移民法規的部分 我們是以不與收容為原則 所以會尋求NGO或是一般社府單位來照顧 那麼除非是必要三歲以下的部分 我們才會允許他一起併入這個 所謂的收容所裡頭 對 所以如果像這個狀況 你沒有查獲他的父母 可是你查獲了他的小孩 所以他的小孩是進你們講的這個NGO的收容單位嗎 我們會盡量去協調地方的社政單位 一起協助安置 現在這樣的個案你們手頭上有多少 我們目前累計去查詢就是每一季 每三個月一季去查詢這個所謂的 所謂非本國際的新生兒的部分 因為像我們跟衛福部的資料來講的話 目前清查過這個資料之後 有比對到身份的跟沒有比對到身份分這兩人 那有比對到身份的 我們就盡量尋求三種方式 一個就是如果他的家人或是親生母親能夠處理最好 但如果不是是屬於這個未清楚他的父母親的部分的話 大概目前有兩百多位 我們就是會尋求這個相關的安置的部分 所以這個相關的安置 這是你說有查到的嗎對不對 這個部分的話會協助設整單位一起做這個處理 那這裡面因為其實查到了之後 如果你找到他的媽媽 大概這個媽媽就要被 還有我們講逃跑外老的話 她大概就要遣返了啦 以目前的規範來看 那如果說只有找到孩子 或者是說他媽媽不敢出面 因為媽媽出面就得被遣返嘛 那這些孩子在台灣現在你們給的資源 是用哪一筆經費去支持這些小朋友 依照現在來看的話 如果就我移民署這邊所查獲的部分 我們如果說有看到這樣的資料的時候 我們需要安置這些小朋友 我們大部分都尋求NGO的協助 因為沒有公務經費 針對小孩的部分做支出 NGO的協助是拿你們的經費嗎還是 沒有大部分都是募款來的 是啊 也就是說這件事情國家沒有辦法處理 然後就委託NGO 那NGO呢 國家也沒有給他任何的經費 讓他去做這件事情 NGO還要對外募款 那所以其實在這裡面 NGO出現兩個困境 第一個他的經費來源有問題 他在幫國家解決這一群 其實在國際上認為是很重要的人權的一個議題的一群小朋友 他在幫國家解決這個問題 他沒有錢 第二個事情甚至這裡面就像你剛剛說的 如果查到了他的所謂的生母或生父 他的這個逃跑外勞又牽涉到遣返等等的問題 所以其實很多時候NGO也不敢告訴你說 他找得到他的父母 大家就在這邊或者嘛 就不要讓你知道嘛 因為知道了之後就麻煩嘛 或者是就是他大概曉得說他在哪裡這樣子 所以因為我會這樣問是因為其實去年三月 我們就已經有這樣的質詢了 去年三月的時候行政院這邊就講說 要研議延商非法外籍勞工子女照顧問題的會議 那這個會議的結論 請問一下這一年以來有什麼像新的進展嗎 我們都查不到資料 可能在我們應該是要協調我們相關的衛福部設政單位一起 因為我那天問衛福部他們說要問你們啊 因為安置兒童這件事的部分 如果說他今天有父母親查獲國級別 我們當然是希望幫他辦好所謂的旅行政見 隨同父母是最好移送一起遣返 這對他是最佳權益 但是如果沒有 今天就衛福部來看 無依兒童的部分 他有無依兒童的相關法 可是這個無依兒童其實是你們這邊 然後跟其實因為他大部分又跟逃跑外勞有關嘛 所以他其實牽涉了三個部會嘛 一個是就像您剛剛講的 他已經到了安置是衛福部 可是他到上面那個關卡 那法令的關卡是在你們移民署嘛 無依兒童的部分是衛福部 對我知道 可是他的這些無依兒童的出現跟你們有關嘛 因為他的父母是逃跑外勞 或者是所謂的非法外勞嘛 無依兒童類別很多 是我知道 但是我今天問的其實是所謂的這個 逃逸外勞 逃逸移工的部分 其實簡單說 我現在我之前拿到的資料 事實上這邊談到的都是說 他要由內政部來研議 這些所謂逃逸移工的小孩 在台灣的安置 甚至當然當時有一些人談到居留權 但是這個 談到居留權是更遠的一個問題 是修法的問題 其實我們想知道的是說 到底你們這一年以來 你們在查查安置 還有這些 就是說這些小孩 他在台灣暫時沒有身份的情況之下 你現在講起來只有我由NGO 去處理這群沒有身份的人 那國家對於這群沒有身份的人的定義 跟未來你們有沒有什麼相關的考量 有比經費去處理這一群小朋友 你們在移民署這邊 目前移民署的公務經費 並沒有這方面的支出 因為安置的部分 還是會在社福單位做處置 對啊你剛剛講 因為他沒有身份 所以社福單位就不能申請這個經費啊 吳有兒童的部分沒有說 我講的是逃逸移工 我講的是逃逸移工 但逃逸移工的部分要先確認 這個小孩的父或母親 基本上如果說 我們對得出他是逃逸移工 我們當然會去跟他的相關 我去辦理身份證件 我知道 但現在是沒有身份的這些人 是啊 那我們必須要經過一定程序 請求我們行政能力去做外管查詢 如果都沒有 我今天做吳國籍方面的處理的時候 才有辦法去處理 我知道 可是你在跟外管 你在跟外管查詢 因為現在我們講的是一群 就這個國家裡面沒有人保護他們的人 是小朋友 他沒有辦法自己決定 他為什麼 會在無國籍的狀況之下出生在台灣 所以說 這一群的暫時身份處遇 就是移民署這邊 你們對於這群暫時沒有辦法有身份的人 你們的處遇 有沒有什麼樣的計劃 對他的就學就義 以及這個相關居留的部分 就移民署的內部來看的話 我們的權責就是給予他一年一次的 所謂的外僑居留證的專簽的部分 但是對於這個就學跟就義的部分 分別就是有 你講的這些陶疫移工可以有外僑居留證 我們給予的是一年專簽一次的 屬於這種 確認他是無國籍的時候 我們會給予他一年一次專簽 就是社福安 就是社福 就是社福 國家這邊沒有辦法 目前我們已經取得權責 大概就就去而已 就我知道社福都做得很辛苦 好我想這個部分 其實它牽涉到了我們剛剛講的三個部會 我會建議 因為去年的資料也是這樣 今年資料還是這樣 這個部分 未來我真的麻煩我們的事務 我們的各位各三個單位 去整合一下 然後在這個部分提出一些 比較正面的一些態度 去把這些人看到 去把他們做適當的照顧 這邊可不可以去做一些 比較積極的研議 因為我看到的是去年的資料 現在都還看不到 目前我們是配合這個衛福部 他定期召開這個 殺全英小組的部分 去提供我們相關的一個處置 所以如果說未來的部分的話 衛福部有相關專案就可以 我比較建議就是移民署跟勞動部 請你們正面的承認 台灣有這麼一群因為移工的關係 而出現的沒有戶籍的小朋友 如何在台灣我們用一個定位 定位他們 然後讓這些小朋友在台灣 其實能夠獲得基本的人權 其實我要求的是你們兩個 不會做這個事情 不會記你來寫 好 謝謝 謝謝 可以再給我一點點時間嗎 好 那個麻煩部長 謝謝 謝謝 林委員好 是 部長長 部長 部長 我們的很多資深的同仁都很肯定 您是願意做事的部長 謝謝 但是這個事情我還是得要講 就是說台灣其實我們大概在這幾年會看到的 其實在移工的部分 就算他是合法進來的移工 他為什麼會有很多逃跑 或者是一些比較不當的狀況 是因為他們其實受到的基本上 是幾乎是被虐待的狀態 好 那像這樣子的一些案子 我們所看到的 他的被苛扣 好 那下一張 好 那這些都是紀錄上有的 就是包含說他的吃飯都不能好好吃飯啦 甚至這個雇主離家出去玩 那結果他們留在家裡 連飯都沒得吃 好 再下一張 好 再來 好 或者是像其實這個更大的案子 是移工的部分 好 這個 他在目前幾乎再繼續下去的話 他應該是國際上的一些醜聞了 好 簡單說 這些案子裡面我們都肯定 國家一直在做人權的宣言的時候 有一些討論 但是我簡單把我們的要求給提出來 好 下一張 好 這個部分啦 因為其實我們在勞基法裡面的第五條 有一個強制勞動罪 就是說雇主不得以強暴、脅迫、拘禁 或其他非法的方式來強制勞工從事勞動 那在刑法第296條 還有一個叫做使人為奴隸罪 也就是說使人為奴隸或使人居於類似奴隸的 不自由地位的時候 其實他的罰則比較高 因為我們剛剛看到那個 他非法使用他的家 那個所謂 比方說他原來是受雇外勞 結果到他的家裡面去做家庭服務的時候 這個都是幾十萬的事情而已 好 我們前面很多有名的 有名的藝人啊 有名的大那個什麼商人 都是幾十萬 那個影響都很小 我們可不可以麻煩勞動部未來 當你們在查查 勞動檢查的時候 或者甚至在你願意讓這些大型的企業 他們聘雇移工的時候 直接提醒他們我們有這兩個法 甚至我更積極的希望 假設未來有查查到 非法的 就是說我們講的 在幾乎是零虐外勞 或者是違法聘雇 虐待的情勢的時候 然後你們主動的跟我們的檢察官 去要求他以這兩個相關法則做採除 能不能有這樣子的立場 因為過去都只是發說他用的不對這樣子 是 謝謝委員這個指教 我們事實上現在的法令裡面 也就有這個刑法 所以委員這邊提的依照刑法也可以 依照我們現在的法令 他如果說確實有這個 就是強迫勞動的這種情況 也是違反刑法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說 我們的法都定了 那能不能達成一個殺雞儆猴之效 就是你就真的罰他一兩個 讓他去關個一兩年 他要淋虐別人 我們就讓他進去好好反省一下 這個才能夠 這個是國家的重要形象的部分 是 我了解 所以我想我們後續 若說有剛委員提的這種案例 我們會直接移送檢調 可能它的嚇阻力量會比較高 好 麻煩你 謝謝 謝謝 好 抱歉因為時間的關係 靜怡可以麻煩你代理主席一下 換我質詢呢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林淑芬委員 主席 各位大家午安 雖然是即將要別離 但是還是要請我們的陳部長一下 林淑芬委員好 部長 今天我們特別排這個專案和這個法案的詢答 是因為這的確對台灣而言是一個非常沉重的問題 特別是關於到人權 那在美國的人口販運的人權的問題報告裡面 台灣大概從2006年以後 台灣大概從2006年以後 06、07、08、09、2010、2011、12、13、14、15 每年都會點出這些仲介來台的這些外籍移工 射到這個所謂高額的招募費 或者是以債款的方式變相的這個剝削 這種事情大概每年 已經連續十年了 美國的人口販運問題都點出 而且是台灣這一章裡面都直接開宗名義 就放在這個報告的最前面 那所以我們在這裡面就看到說 這個印尼的、越南的、菲律賓的、泰國的 事實上呢 招剝削的外勞也經常因為擔憂會被解雇 所以也不會主動的去檢舉這個雇主的違法 那特別呢 對於仲介公司的部分 勞動部這往年以來啊 都是對仲介低度的管理 我們必須要這麼說 那這個除了廠工以外 在私領域的這個家庭看護工 我們都知道勞動檢查很難到家庭裡面去 入境的時候要去訪市 也是行禮如宜 是假的訪市 所以才會有這個勇風雨的案子 以廠工的名義申請 結果呢 他從一天一入境就是到老闆的家裡面 當這個家庭的幫傭 那如果你有去訪市 怎麼會有這種狀況呢 所以在在都看得到 事實上問題非常嚴重 那以大家這麼多委員 質詢的餘工為例 以前王如選委員啊 王如選主委啊 他主導主政之下的勞動部 勞委會 當時勞委會 到現場去做外籍 餘工的這個勞動檢查的時候 都會說這是林俗芬叫我們來的 由此可知 老實說我在這個部分縣市啊 我的知名度還是蠻高的 我是當壞人的啦 我今天要看出幾個現象 首先啊我們非常肯定 勞動部願意這麼正面的 來正式救福法第五十二條的修正 這個是我們也第一次看到說 還把這個外勞的仲介費用 官方的願意把它整理出來 但是我們看到幾個現象 第一個海外仲介費越高 移工就越容易逃跑 所以啊這個海外仲介 而且你們的報告說 三年的期約前 前滿這個三個月 是移工逃跑的人數的數量 最多占到十分之一 所以啊來源果的仲介費用的高低 去影響到移工的這個逃跑的因素很大 那以像越南逃跑率最高的這個國家來看 他的仲介費用 甚至雖然 法定的這個仲介費用 是到四千的美金 但是私底下 檯面下的運作實際的收取 甚至高達將近七千元的美金 以國外的仲介費 再加上國內的服務費加起來 等於是兩年白工啊 做兩年白工啊 那這個行蹤不明率跟仲介率真的是成正比啦 那第二個呢 國內的仲介業者收取的仲介服務費用 我們必須講 不要以為台灣只有服務費 事實上 國內的仲介業者所收取的服務費 有一部分是來自於海外 所以我要講說啊 來台工作啊 第一年是這個支付下一次 第一年是實質償還仲介費 來第二年啊 大部分都是要存下一次來台的費用 那雖然我們的勞動法令說 我們的這個仲介收取費用 三年不能夠超過新台幣六萬元 但是依據這個勞法署自己在102年 檢討私立就業服務機構收費項目 及金額標準研究報告指出 私立就業服務機構經營項目廣泛 並非以收取外勞仲介服務費盈利 甚至部分仲介服務費來自於來源國 那顯然仲介費用不能單以境內境外去思考 國內的仲介業者也是這個國外仲介業者 他們是一起合作的對象 那為了掩人耳目呢 仲介費用甚至啊 成為移工的私人借貸 我們屡屡遭到這個檢舉說 他們要上飛機之前 叫他們非簽下本票不可 所以呢 這個非常普遍 國內的仲介業者 都會以協助移工還款 所以他們在這個擅自扣除薪資 你們說叫雇主直接給付給這個外勞 可是呢 很多還是交給仲介業 仲介業再給付給外勞 很多還是這樣子喔 然後仲介業再付給外勞薪資裡面 擅自扣除了他們所謂的假借貸 那另外一種就是我剛剛講的簽本票的形式 到簽完本票以後呢 到台灣來以後支付500元 就請台灣的法院代為追討 從移工薪資裡面直接去扣款 所以勞動部從過去一直以來都說 這個是境外收費跟我們無關 我們國內管不到 而且也依法無懼可以管 但是我們政府對這個仲介的低度管理 反而讓這些不良仲介有生存的空間 所以我們請教勞法署喔 如果仲介公司違反代收海外仲介費用 除以10到20倍的罰款 甚至嚴重可以撤銷它的執照營業許可 請問從過去到現在開罰過幾件 所開罰的是不是都是依據檢舉的 有沒有開罰過 差不多20件左右 那是不是都是因為我們團體去檢舉的居多 有的是檢舉的有的是1955反應的 是啊 好 那我們現在 部長 我們意思是說 不過這個請你回答也不太合理 好算了 我們對於仲介收取仲介服務費 但是究竟是服務誰喔 我們有點搞不清楚 人力仲介公司的雇主至上 服務導向 我們不講 我們依照現在可以跟雇主收取的最高的仲介費用 是多少錢 台灣的雇主 我們台灣的仲介 一個月大概就是 最初以他一個月的薪資 跟雇主 跟雇主收大概就一個月的薪資 你覺得說有沒有真的 仲介真的跟雇主收取這個仲介費 普遍 普遍都會收 普遍都會收 很多都沒收 那你知不知道有退雇的狀況 不但沒有跟雇主說仲介費 而且還可以退雇給這個雇主 這個退雇金從哪裡來呢 有這種現象 退雇金從哪裡來 目前來講 有聽到這樣子的部分 但是沒有實際上的證據找到 什麼有聽到 這問題 你去問所有的雇主仲介 有沒有跟你收取仲介費用 如果沒有收取一個月的仲介費用 甚至還有退雇的狀況 退雇金從哪裡來啊 所以我們現在仲介非常的競爭 為了爭取雇主代理聘雇外勞業務 所以這個傾向不收 而且有退雇 反而是通過跨國勞動力移動的過程 在外籍勞工的母國 用高額的貸款 換來台灣的工作 的這個機會啊 所以越南勞工為例 支付給仲介公司的費用 含訓練費高達 我剛剛講說 將近七千元美金嘛 高額的仲介費顯示的是 輸出國和接受國的 仲介利用跨國就業市場 勞動的功過於求 而且是一起合作的 所以那退雇金從哪裡來 從這裡來的 所以國外的仲介費 會牽扯到國內的仲介業 這個他們的利潤是在共享的 所以我們在這裡就是說 這件事情啊真的是很 我們知道很難去查 但是這個現象還蠻多的 不要講聽說 這個現象還蠻多的 最後我講一個就是說 協助雇主違法的仲介 卻可以全身而退 剛剛講的 原態科技的李正浩 何壽川的女婿 這件事情呢 你們罰這個仲介公司罰六萬 對一家非常大的仲介公司 他從廠工變成家庭幫傭 做非法的事情 被查到的代價只有六萬 他的仲介費用都不只這六萬 然後呢這些非法的雇主 這些非法的雇主這個案件呢 以雇用這個名義這樣聘用過來 他的罰則是以1比2的比例 廢止許可外國人人數 就是說原態科技 你許可的外國人人數為51名的話 那麼以非法挪用三個移工 就是只有禁止他 廢止他六名 事實上這個效果也有限 所以呢 我們地方政府我剛剛講的 仿視圖去行事這件事情 真的是也是一大問題 所以 剛剛委員講的那個何家的那個 那一家仲介 我們已經把它撤銷許可了 你有給他撤銷許可 除了罰他罰金之外還撤銷許可 還有還有 那我們就希望說這個仿視的問題 這是制度面的問題 地方政府的仿視不落實這件問題 真的是未來也要好好的 徹底的檢討 謝謝我們陳部長 謝謝委員 好 那我們接下來請李坤哲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我們請陳雄文陳部長 請陳部長 陳部長您好 我想我們不論是部長 或者是我們勞動部的官員 或是在座所有的立法委員 我們其實都要感謝台灣社會 給我們這個機會 能夠為台灣的社會來服務 所以我們每天都應該要做好 我們自己應該做好的一個工作 那我在這邊請教一下部長 就是說在目前 移工人數 在這幾年成長是非常快速 那在105年的3月 我們有一個基本的統計 目前的移工人數 也應該到達59萬的這樣一個人數 那其實在101年的時候 1月大概那時候 移工人數大概只有42萬人 那這幾年 這四年來幾乎每年 成長的人數都非常的快 每年都幾乎增加4萬2千人以上 那移工人數增加非常快速 其實也產生非常多的問題 當然絕大多數的僱主 我們台灣人還是以濃厚的人情味 會去照顧人 會去人疼惜 不管是哪一個國家來的移工 但是還是蠻遺憾的 還是有很多的部分的僱主 他們苛刻勞工 或者是因為仲介剝削這些移工 或者是相關的這些 讓他們也不敢去舉報 或是舉報也無用的這樣一個狀況 因為他們也害怕被遣返 或沒有工作等等 這些都是造成不但是對移工的一種傷害 對他們人權的一種傷害 對台灣我們這種良善的民俗風情 也是很大的一種衝擊跟傷害 那在目前在2015年 就是今年我看美國今年還是有提出這樣的一個人權報告 也針對我們台灣的這個移工問題 也提出了幾點的這樣的一個質疑跟說明 那針對移工人數快速成長 然後我們也出現很多這些管理規範以及照顧的問題 我們現在勞動部有什麼比較具體的政策來改善 是剛剛委員提到的幾點 第一個大概就是仲介的問題 那仲介剛剛也多位委員都提醒 那我們現在比較困難的是 國外的仲介要跟當地的政府合作 那這個部分我們也在強化跟這個當地政府的一些聯繫 希望對國外的仲介能夠有所規範 那對本國的仲介我們大概會比較做密切的這個仿視 希望能夠規範他們 那還有一個就是 現在移工比較不能夠享受到固定的這個休息的時間 那這部分呢 我們也都有這個1955的這專線 那麼希望移工能夠主動來反應 我們會去做查查 那部長也提到1955 1955是我們移工申訴的一個重要的專線 那其實在剛設立之初 其實他申訴的人數是非常的多 最高峰的時候也達到27萬人次 是不是一年剛開始設立的時候 那這幾年啊 移工的人數是增加非常多 但是這個申訴的案件是減少 難道是我們移工的照顧 人權的重視做好的嗎 也沒有 其實是一個問題 就是我們聽到很多的移工朋友 像我們反應 或是移工移民團體的一些 他們的一個說明 就是接電話的 我們很多的1955的朋友 他們也非常辛苦 但是呢 很多他們語言不通 就是他們打電話去 因為我們現在這個1955的專線 主要是幾種語言 有泰文 印尼文 越南文 還有英文 對 那很多時候打去 因為你知道他們打電話 也不是光明正大打 有時候在上班時間 因為公時很長 有時候偷偷的打 那碰到這種電話打了 語言不通的 那這個部分我們 勞動部有什麼改善的措施呢 一個利益良善 這是很利益良善的一個措施 當初也受到很多人的肯定 那1955 現在 移工的人數增加 但是 申訴的電話減少 那很多朋友就反映 是語言的問題 他語言不通 他就不要再打了嘛 對 我知道 我想委員剛剛提的 這個也是重要的 我們去年的申訴電話 還有將近19萬多件 當然我們跟過去幾年比 是有降低 這個到底是什麼原因 我們還會在進一步的去瞭解 但是委員提到那個語言的部分 我們現在是有四種語言的人在輪 那可能看起來 有時候他打的時候剛好 那個接電話的不是懂他的 所以這樣子的情況 我們可能未來人力調度上 會再做強化 應該要加強宣導 以及時間的配置 以及人員的補充 應該是讓這些移工 他們在申訴的時候 可以直接的移工 跟我們勞動部這邊 來做一個接洽跟溝通 那對於保障移工的人權 會比較具體的保障 那我們現在因為 我們一般對移工的 這個照顧有出現問題 有剝削的問題 有虐待的問題 部分雇主的這些問題 那造成這些行蹤不明的移工人數 其實也高居不下 因為他們受到虐待 受到剝削 就只有逃跑一圖 逃跑一圖 這些行蹤不明 現在也應該有大概五萬一千人左右 對 但是這是多年累積下來的 多年累積下來 那這幾年 部長你的這個觀察 目前的這些行蹤不明的人數 它的增加的狀況 以及我們現在在管理的狀況 是如何做處置 目前因為移工人數一直在增加 但是逃逸的比例是沒有增加 逃逸的比例 大概都維持在四點多 四點多 所以表示 但因為累積的人數 就一直在成長 所以我想我們最近 我們跟這個移民單位 還有警政單位合作 來這個查劑餘工 應該還是有一些效果 對 這個我們都要去注意 另外還有家室外勞的問題 當然因為時間的因素 家室外勞的工時過長 這是不爭的事實 那其實像目前 所有學術界的調查 他們平均工時每天 是高達17個小時以上 當然勞動部做的調查 是比較保守一點 認為八小時以上的 或是超過九小時以上的 大概都在八成以上 那其實是高達17個小時 那至少都15個小時以上 那也沒有休假 這個問題都非常嚴重 我們都要好好的去注意 來保障 不管是本國的勞工 或者是外國的勞工 在台灣工作都必須要有 基本工作權益的保障 這是我們勞動部的責任 也是所有民意代表的責任 是 謝謝委員指教 好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楊耀委員 謝謝主席 主席我請一下陳部長 請我們陳部長 楊委員好 部長好 部長我們今天就 就業服務法第52條的修正 我想大概這樣子的修正方向 大家大概都是贊同的 部裡面的意見應該也是贊同 現在大家比較關心的就是 就是修正以後 以後外籍勞工的 返鄉探視的權利怎麼保障 對 這個我們就是 也考慮到這個問題 就未來在這個 我們對這個外籍勞工的管理辦法裡面 要明定 他這個勞雇雙方的這個 勞動契約裡面呢 要約定一定雇主一定要給那個 勞工的適時的返鄉的這個 這個時間跟權利 假如違反咧 雇主違反 因為我們他們 他們的這個 簽的這個勞動契約都會 勞動契約必須要先 先送到 送到我們這個地方的 勞動主管機關來核准嘛 那我們會做檢視 那如果說他真的違反 我們會先勸導之後 他沒有改成就處罰 他勞動契約送你們 送部裡面是 經過你們核准 對地方的勞工 因為人數都是 有核定權還是沒有 他基本上都會 只是 只是 他會被查 因為他都是照我們的 致氏的契約去簽嘛 所以裡面的內容 我們要看他是不是有 依照我們的要求 就是完備的來簽訂 被查那假如沒有的話 假如沒有的話 法律效果是怎樣 契約有效嗎 我們會先這個勸導 就是先請他限期改善 那麼限期改善到預期 他還是沒有旅行的話 我們就可以予以處罰 好 這個還是 就是修法以後 可能遇到的問題 還是要先 大家討論一下 部長我接下來 跟勞動部 討論一個外籍漁工 就漁業的漁工的特殊問題 事實上漁業本身大致的劃分 劃分為遠洋漁業跟進海漁業 兩者有很大很大的差別 遠洋漁業他是企業化的經營 所以其實他勞固雙方的類型的形態 跟一般的勞工比較沒有兩樣 因為他還是就是那種勞資的關係 非常的定型化 自私化 進海漁業不一樣 進海漁業事實上 事實上進海漁業的漁民船主 他的工作性質工作條件 跟外籍漁工是完全一模一樣的 所以這個大的區別先跟 跟勞動部所有的人做一個溝通 假如說依照我們目前勞基法的規定 勞工一週工時40個小時 加班不可以超過36 然後每天上班時間 不可以超過12個小時 這樣子的規定 怎麼落實在外籍工身上 依照我們現在的規定就是 這個漁民本來就要適用勞基法 所以勞基法對工時的規定 他們應該也要遵守落實 但是我們也 這個沒有辦法遵守 因為其實他的工時的界定 可能跟在路上工作不一樣 他工時的界定 是完全不一樣的 譬如說 漁船雖然出海 雖然離港 可是到作業場所 可能有12個小時 這12個小時算不算工時 譬如說 我現在講的都是進來漁業 漁性期的不同 可能一年的工作 只有180天 縱使一訓期不考慮 每年事實上也有3個月的休餘期 我們為了要賦予海洋資源 所以每年有3個月的休餘期 休餘期還是工資照給 部長你懂我的意思喔 他跟我們觀念上的勞動類型 是非常不一樣的 這樣子怎麼落實 這個委員講 這個確實是愚民喔 因為委員每次都也關心這個議題 他的這個勞動型態 跟他的工時的計算 一直都沒有做成這個很清楚的規範 我想委員提的這些議題呢 我們可能還要再找這個農委會 大家好好的把這個議題來談清楚 對 看看能不能其實 其實 對外籍漁工的潛意保障 對我來講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因為外籍漁工的潛意不受到保障的話 近海漁業 台灣的近海漁業不只澎湖 台灣的近海漁業可能很快就會沒落 因為找不到本地的漁工 所以多數仰賴外籍漁工 所以外籍漁工的潛意保障 我們一定要落實 只是說主管機關必須要去區分跟界定 他跟傳統的勞動類型的差異 像部長剛剛講的就是可能要儘速 要儘速由勞動部的團隊去跟漁業署做個溝通 看在漁業法立個專章 或者是 有 這個我們有去跟這個農委會大家談過 那到底是 在他們的漁業法裡面 還是在勞機法裡面怎麼要來 我們大家都目前正在討論之中 看看有沒有能不能形成共識 還是儘速處理 一方面要讓 要讓近海漁業可以運作 不要因為法令規定死了 就變成有的時候 有的時候作業到一半 要繼續作業違法 不繼續作業 返航 就浪費了很多很多經濟成本 那另外一方面 真的也要落實 外籍漁工的權益保障 因為他的權益保障 現在其實外籍漁工 漁工比起來 比一般的勞工更難找 這個是因為 因為漁民的海上生活 確實是比較辛苦 我最後齁 最後部長 部長最後 希望在你的 最後任期裡面 還是就澎湖地區的養科 需要的勞動力齁 再幫我們 把進度催快一點齁 課業的養殖 其實在澎湖跟台灣本島 最大的區別就是 一月前的發放方式的不同 澎湖採取的是 區劃一月前 這一塊是張三的 這一塊是李氏的 就是李氏的 那台灣本島是專屬一月前 就是大家一片 那大家在裡面 這樣子比較可能 專屬一月前 比較容易造成 造成外籍勞工的混淆 到底誰管理上的不容易 可是澎湖這種區劃 區劃一月前 在外籍工的管理上 沒有這個問題 那站在像澎湖這種 這種這麼仰賴一夜的縣 希望部長能夠 能夠最後這一段時間 幫我們把進度趕出來 好不好 上次委員有特別提出來 我們已經在作業 我們也在找農委會 還有找那個 也要找澎湖縣當地的主管機關 大家再談一下 好 謝謝部長 謝謝委員 謝謝主席 謝謝 下一位我們請 林俊 맛報紙委員 林俊 yet 林俊縣委員不在 我們請 Cardinal字 我們請林德福委員 林德福委員不在 我們請巫稚陽委員 請石森未委員 石用明議員不在 我們請黃皂信委員 黃皂瞬背 我們請蔣乃x PP quien 蔣乃xosh PP 蔣乃x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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 蔣乃x PP 林立常委員 林立常 林立常委員不在 我們請徐臻偉委員 徐臻偉 徐臻偉委員不在 我們請陳寧妃委員 陳寧妃 陳寧妃委員不在 我們請呂玉琳委員 呂玉琳 呂玉琳委員不在 我們請中嘉賓委員 中嘉賓 中嘉賓委員不在 我們請邱志偉委員 邱志偉 邱志偉委員不在 我們請陳歐伯委員 向各位報告 本日的會議這個巡答全部結束 那我們大概是真的要跟陳部長告別了 那事實上我們對於他這個當初臨危受命 接下這個潘主委的這個棒子 到勞動部來講 他跨領域過來 事實上已經很主動的表現得很積極的 部分表現是可以讓我們接受的 雖然我們還有一些部分是不滿意的 但是呢 無論如何他盡力了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呢 再一次的謝謝我們的部長 他還可以堅持到最後 當一天和尚敲一天的鐘 沒有告病 也沒有請假 這一點是值得肯定的 那我們今天在這裡 我先做一下的宣告 本院委員吳玉琴等22人 所擬據的就業服務法第52條 條文部分的這個修正草案 我們已經這個巡答結束 另外我們折旗就法條的部分 因為只有一條而已 我們大概希望這個會期 找個時間我們就來處理 那另外有委員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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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好好 謝謝 加油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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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 您問這些大學教授這麼可憐 好 道教授還在接嗎 不是那種退休委任去接 是專門接的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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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